我旁邊都戴口罩 好,謝謝 大家早 有Social Distance就可以了 好,我們出席委員理組合法定人數 先開會 請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21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90,5月21日星期四 90至13時41分 一連群銜樓801會議室 出席委員蘇巧惠委員等13人 夜席委員吳毅群委員等15人 請假委員黃秀芳 夜席官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張子靜等相關人員 主席劉召集委員建國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確定 邀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就環境品質感測物聯網發展情形 空氣及水質污染改善推動現況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本次會議專題報告與討論事項 綜合詢答 經委員黃定宇及政天才說明提案指去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張子靜報告 及說明後 委員書巧惠等18人提出質詢 軍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署長張子靜 及各相關主管等及其答覆 委員楊耀及呂玉玲所提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決定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質詢 日及答覆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相關機關於二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令要求期限者從其鎖定 討論事項 審查委員王定宇等17人理據 噪音管制法第15條及第17條條文修正草案等4案 決議一說明及詢答完畢 二審查完進內容如審查結果 並按理據審查報告提告宴會討論 宴會討論時有留召集委員進國補充說明 不需交黨團協商 委員徐志榮 蔣萬安 張玉美 呂玉玲 及鄭天才等5人提出第17條條文修正動議 委員廖丸如等4人提出第17條條文修正動議 委員劉建國 張玉美 莊敬成 廖丸如 鄭天才 邱志偉 呂玉玲 趙正宇及王定宇等9人提出第15條 及第17條條文修正動議 審查結果 依修正通過 依第15條 召委員劉建國等9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本條立法說明並與修正 二 第17條 召委員劉建國等9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 本條立法說明並與修正 二 不以增定 第17條之一 三 通過附帶決議一項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上市議事錄有錯誤或遺漏之處 沒有 好 議事錄確定 在本會會議議程之前 我稍微報告一下為什麼今天有這樣的議程 因為我們台灣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在醫療的發展可以說是國際社會肯定 這次防疫的成績 也是令人世界肯定 那怎麼樣 這個都是 其實都是在20年前從921 SARS以後 大家齁 整個台灣大家動起來 包括在座很多衛福部外交部相關的掌官們 他們過去只有20年來一直不斷的努力 累積了很好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現在可以立足台灣放眼天下 把我們的醫療跟防疫的成就 跟世界分享 但是 很重要就是我們國內 在這樣經過一個衝擊以後 我們國內的醫療政策 還有我們民眾生命健康最重要的健保狀況 還有最人性化的一個照顧 在末期的一個照顧 這個也牽涉到很人性化跟生命價值 生命意義的事情 那特別怎麼樣跟在後SARS的期間 然後在疫情期完以後 我們怎麼樣在WHA剛過 所以我們怎麼樣下一階段 我們怎麼樣來繼續的努力 我想我們是在這個會期的後面 因為還有在下一個會期之前 有幾個月都是我們要不停息的 來做努力做討論 以作為我們未來 立法院能夠在下一階段 也是幫助我們政府 來照顧人民的健康 來把我們台灣的成就再呈現出來 所以今天非常抱歉 請那麼多重要的 都是非常過去貢獻的 我們在醫療防疫外交各方面的健保 各方面的長官來這邊 大家共同來做商討國家大忌 非常感謝 好 本次會議議程為一 邀請衛福部就健康防疫安全網建立 這個是在上禮拜 總統年齡就職的時候有特別提到的 我想這個部分總統有這樣的一個掀示 我們立即趕快要把它來動起來 第二個 安領環的醫療條例及病人自主權 權立法實行現況成效及未來推展策略 三 為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狀況及未來因應策略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二 邀請衛生福利部及外交部就武漢肺炎 疫情期緩後我國以全球各區域 國際醫療合作發展與策略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執行 以上議程綜合詢答 現在介紹在場委員及內襲關聯 我就做著介紹 好 首先我們介紹 蘇小惠委員 謝謝 我們莊敬成委員 謝謝 廖安子委員進來了 謝謝 好 我們介紹我們在演內襲的關聯 衛生福利部財務次長 謝瑞陽次長 謝謝 水保安師 桑東虎師長 醫事師 石沖良師長 謝謝 國際合作組 劉立良技堅 疾病管治署 周志浩署長 辛苦辛苦 中央健康保險署 李博章署長 食品藥物管理署 劉十分研究員 社工師 蘇昭盧副師長 謝謝 我們外交部政務次長 謝宇蔡師長 歐洲師 鄉 鄉 鄉相 非常感謝 亞東太平洋師 蘇映君 副師長 歐洲師 江森 師長 北美師 姚金翔 師長 國際組織師孫簡元副市長 好 那我也再介紹我們吳司委員 吳司懷委員 現在請 衛福部薛市長報告 薛市長請 主席 各位委員 那今天 衛福部就建立 防疫健康安全網 有關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 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現況 成效及未來的推展策略 還有全民健康保險財務狀況及 未來因應的策略 還有武漢肺炎疫情趨返後 我國以全球各區域 國際醫療合作發展的策略等四項議題來提出專案報告 那以下是衛福部這邊的說明 那第一個 有關於建立防疫健康安全網 那由於近年來國際交流非常頻繁使得國內境外移入的傳染病 那種風險來已經會提升了 那面對於既有的這些傳染病 以及可能的一些新興傳染病的一些威脅 本部將持續完成現代化防疫的體系 建構完善的防疫健康安全網 來確保人民的健康 那其中包括六個規劃的六大規劃跟目標 那第一個就是誇意整合資源來建構完備的防疫體系 第二個是提高國民的免疫力穩定國家疫苗裁員跟自治抗捨毒血清等等 那第三個是保全防疫的戰果免除急性傳染病的威脅 第四個是達成結核再減半 那挑戰愛知零成長 第五個是接軌國際來杜絕新興傳染病的威脅 那第六個是建立透明即使專業的大眾及風險溝通的這個機制 那為了防範各類傳染病的威脅 未來會朝以下的方向來做進行規劃 那第一個是設置國家防疫基金來以備這個緊急防疫的需求 那第二個是設立防疫中心從預防監測到因應 能夠處理這個整個緊急的狀況 第三是建構持續性與整合性的防疫行政跟研究發展的系統 那第四是運用智慧科技來結合這個疾病監測 那提升疾病防治的成效 第五是強化民眾風險的溝通 第六是提升緊急應變的能量 強化疫苗跟抗傳染病藥物的研發 那第七是建立密切合作的全球防疫網 第八是積極來進行傳染病防治人力的培育跟再交易 那第九是整合大數據人工智慧 協助產業跟企業來進行數位轉型 來發展智慧防疫智慧醫療新科技等等 那以上是有關於我們的防疫健康安全網的規劃 簡略的報告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安寧反核條例 跟病人致死權利法施行的現況成效跟未來的推展的策略 那在安寧反核醫療施行的現況跟成效的部分 那我們推動執行安全反核醫療的照顧 是包括住院的安寧療護 安寧共同照護 那還有安寧的居家療護跟安寧 安寧居家療護有甲類跟乙類 這樣子 所以算起來有四種的服務模式 那我們有定期來辦理這個推廣安寧反核醫療 社區照顧模式的計畫 那來提升這個安寧療護的這個服務品質 那另外在全民健保的部分的話 那全民健保的居家醫療照顧整合計畫裡面 也提供了有關於居家私能個案的安寧照護 那提升這方面的照護品質 來協助經濟弱勢或者特殊家庭 那能夠得到這種病人整合性的全民照護 那也補助了台灣安寧反核醫學會 來辦理安寧反核療護標竿醫院 仿視跟品質指標監製的一個宣導計畫 那在病人自主權利法的部分 那已經建立了這一個安寧反核醫療 器官捐證及醫療決定整合資訊系統的平台 那提供這些醫院書或者同意書 這種簽署的情形可以來查詢 那第二個是在今年的1月7日公告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 第1項第5款的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 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 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那這些可以來適用以這個病人自主權利法 相關的規定 那這些情形 我們已經有了公告 那另外是辦理醫療醫療照顧諮商推廣 獎勵計畫 來提升民眾 醫療醫療照顧諮詢的可進性 還有僵利弱勢質詢的就醫的負擔 那補助辦理這個病人自主權利法線上課程 影音工具開發建制及大眾宣導的這個計畫 以建立這個系統性的 醫療醫療照顧諮商的訓練課程 那另外就是持續來研究這個醫院評鑑的基準 把這個安寧療護的品質 跟醫力醫療照顧諮商服務 納入這個醫院評鑑 所以未來推展的策略 包括強化專業人員的核心能力 那加強特定族群宣導 以及善終教育的雜根 並且透過整合 並推廣病人自主權 安寧緩和醫療及器官捐證等 生命末期的政策 來推動建立完整分層分工的 生命末期醫療網絡 那共同建構以病人為中心的 這個照顧網絡 那第三個部分是有關於全民健保 財務狀況及未來因應的策略 那截至於今年的4月底值 健保的安全準備總額大約剩下1608億元 差不多是等於2.9個月的保險給付支出 那還算是符合健保法 這個安全準備應該是一到三個月的保險給付支出的原則 這樣子的規定 所以在短期的財務方面的話 應該還可以維持 但是以現在人口老化以及新醫療科技的發展等等的趨勢 那長期的財務仍然會面臨壓力 那102年二代健保施行以後已經建立了收支聯動的機制 所以在健保會協商總額並審議這個費率 為了要讓健保穩健經營 未來除了要依法定程序 檢討保險給付跟費率之外 那健保署也會持續來推動各項 整合醫療資源有效應用的截流措施 來確保長期的財務平衡 那本部會持續透過收支雙項的檢討 那避免這個保險收支重大逆差 來影響這個財務健全 讓健保能夠永續作為人民健康保障的堅強後盾 那第四個部分是武漢肺炎疫情趨緩後 那我跟全國各區國際醫療合作發展與策略 那這一次台灣在整個武漢肺炎的疫情當中 即使有效的把這個疫情控制在最低 那其實是一方面當然是國人的素養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國有健全穩定的醫療跟衛生體系 那我們在這個領域上面表現出來的這個成績 那可以看得出來說這樣子的疫情防控的這種優異表現 同時在防疫外交上面也有一個成功的 這樣子的一個成績出來 那讓整個國際間可見度跟支持度顯著的上升 那這是我們積極跟理念相近國家建立合作關係的這種很好的一個機會 那其實本部推動跟國際間的醫衛合作 其實已經有行之多年了 主要是針對國際醫療的推廣、醫事人員的培訓 還有各種防疫的交流、檢驗技術跟實驗室認證交流等等的領域 並且也配合新南向政策 對新南向的各國進行重點的交流 那這一次疫情我們看到有一些國家因為疫情引發整個醫療的崩壞 那跟我國利用健保系統來進行AI智慧防疫的這些經驗 那在未來我們跟國外來做這個國際合作交流的時候 也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方向上面的一個引領 武漢肺炎疫情趨緩之後 那除了上街本來應該在本年推動的新南向相關的醫衛合作的計畫 那也打算同時藉由這一次我們防疫良好的表現帶來的國際支持 跟國際參與的這種動能 積極來推動跟各國防疫以及醫療相關技術方面的合作 那在合作的策略上面除了防疫經驗與策略交流之外 也將防疫合作全民健保災難醫療 那食用產品品質跟安全 及法規協和列為重要的合作標的 那除了加強台灣在 在國際上面的影響力之外 也可以經由這種互利互惠的合作 來強化台灣未來面對類似全球災難的這種醫療儲備的量 那進一步來維護我國國民的健康福祉 那以上是簡單的報告 那我衛福部這邊曾大院各位委員的指教跟監督 那在這裡也敬表卸程 謝謝各位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早 今天很榮幸能夠代表外交部 就武漢肺炎疫情趨緩後 我國與全球各區域國際醫療合作發展策略 來提出報告 我們有準備一份資訊蠻充分的一個書面報告 那請大家參閱 以下我就重點來略作說明 武漢肺炎全球肆虐再次印證病毒是沒有國界的 那全球防疫不容有任何的缺口 那我們台灣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線 我們的防疫成效和經驗 已經獲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肯定 外交部會和衛福部以及其他有關的部會 緊密的合作在確保海外國人受到照顧之後 展現台灣有能力 有意願善盡防疫的責任 與國際社會合作防堵疫情 落實台灣能夠幫忙 而且台灣正在幫忙的理念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政府多次進行跨部會的協調 積極展開國際防疫醫療合作 我們不僅捐贈了口罩 熱像儀、額文槍以及體溫自動測量系統等等 這些防疫醫療用品跟設備 也積極的透過視訊會議等等這些方式 來跟國際分享我們台灣模式 同時我們也就防疫科技來進行國際合作 來推動 相關的已經進行還有發展中的合作內容 就請各位委員參與我們的報告 那外交部會持續與衛生福利部合作 在醫療公衛領域貢獻國際社會 協助有需要的國家來建立對抗武漢肺炎的防線 強化一味的能力 在雙邊和多邊的各個架構之下 與各國一起來防堵疫情 擅盡我們的國際責任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市長的報告 謝謝 謝謝請坐 好 現在開始尋找 做以下宣告 以本會委員尋找時間6加2分鐘 列席委員4加1分鐘 10點半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如果須面諮詢請於本日會議結束前提出 一期不設理 暫定10點30分休息10分鐘 11點30分處理臨時提案 執行時請各位委員使用消毒過的無限麥克風發言 好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位的蘇喬惠委員發言 主任請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薛次長 我想同時請周署長 市長 周署長請 委員好 市長好 我想說因為我討論的問題 可能跟CDC的一些防疫指引有關 所以請署長同時在台上 如果到時候問題 哪一位適合回答 都自己請 請兩位自己做決定 好 那 市長還有署長還有各位衛福部同仁 首先真的非常的感謝 大家的辛苦努力 所以到今天我們已經本土零感染的病例 已經到42天了 那大家呢 其實也都漸漸的覺得 好像日子可以回復正常的狀況了 尤其是昨天啊 真的是天氣很好 所以看得出來真的是百頁復甦 不曉得次長跟署長昨天這個週末 有沒有機會出去外面走走 次長 事實上昨天跟前天 我們兩個都在 你也有去墾丁 你也有去墾丁嘛 所以看得出來我們這個墾丁的部分 其實大家都很高興你們去了 然後也都看得出來說你們的去代表一個 恢復正常生活的一個意義 好 那其實本席 我們也是把握時間 我昨天也跟家人去了餐廳吃飯 那麼我的助理呢 也有去看職棒的 也有去表演場合去看表演的 那今天呢 還有搭高鐵回家看媽媽的 那也有這個 今天呢搭捷運來上班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今天其實我們真的是請教 不敢說質問 是一個請教 想請問次長 這是我們共同不太了解 我想這個 立法委員反映民意 也來跟次長請教看看 我們發現 我們昨天週末參加的 這麼多種活動裡面 它其實標準不太一樣 所以我想請次長先猜猜看 你看 我們這個A 我列了A B C D四種 第一個A 它是一個戶外的場域 然後上限人數2000人 實名制 是全程需要戴口罩 要梅花座 但可以有限度的開放飲食 市長這個A是什麼活動 這應該是一個室外的 這個運動的 職棒 我們去看職棒 它的規定是這樣 好職棒可以賣到這樣子的狀況 好那我再跟你請教 這個B B 它的狀況是 不管你的室內有多少座位 反正你最多是只能賣到50%的座位數 然後呢 要實名制 要全程戴口罩 還要梅花座 不得飲食 這個是什麼 這應該是演藝的 藝文活動 對藝文活動 它不管你的聽多大多小 你最高目前就是希望你 以賣50%為原則 而且一定要實名制 還要梅花座 好來第三個 第三個 人數它室內 一個密閉空間 沒有人數限制 也沒有實名制 要全程戴口罩 但是也沒有梅花座 是不能吃飯 不能飲食 這個是什麼 次長 月光賣 捷運 公車捷運 它可能時間比較短 但是不瞞次長說 我們昨天坐高鐵的時候 高鐵的座位也是全部都賣的 好像沒有 沒有梅花座了 高鐵昨天是這樣 那最後再跟您請教 這個D的部分 人數密閉空間 人數無限制 實名制 沒有 全程戴口罩 不用 那 要不要梅花座 也沒有 可不可以開放飲食 有耶 有開放飲食 這個是 吃飯的 吃飯的啦 吃飯了 又掛口罩 沒辦法吃飯了 對不對 所以夜市餐廳是這樣 所以 次長 這是我們昨天 一天的活動 那 就想跟您請教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恢復正常生活 那我們的這個標準 到底要怎麼拉呢 尤其本席 因為過去幾年真的是 都在叫委員會 而且 本身就特別喜歡 也在意這個藝文活動 那我們的很多劇場的好朋友 等等 都來反映 不管是表演 劇場 電影等等 都來反映 其實 如果辦一場藝文活動 要能夠營運支出 和收入要打平 至少要賣票到七成 剩下的七成 你要賣超過七成以上 才有機會 可以開始有一點營收 所以你如果叫他只能賣五成的票 坦白講 乾脆不要 不要辦比較好啦 辦的都是虧錢 那再來呢 比如說像即將發生的 我們沒關係就直接實際講 以台北電影節來講 其實他的特色之一 真的就是要戴ARV 這是他的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你如果把這一趴砍掉了 坦白講他也很可惜啊 所以這個到底穿戴式的器具 可不可以使用呢 有沒有因為什麼樣的特殊方式 比如說他就實名制 然後再消毒的更好等等 他有沒有機會可以使用呢 好 再比如說下一張 這個在本席的選區裡面 我們也很感謝教育部 教育部也因為 因為CDC的指引 所以現在各中小學高中子 都可以開始在室內 在學校內舉辦畢業典禮了 那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畢業典禮真的是 一輩子的事情很重要啊 好 所以他可以去辦畢業典禮了 但畢業典禮現在差什麼 差他還是全程戴口罩之後 還是要梅花座 那學校的禮堂坦白講 這個位置數跟學生數 本來就是差不多一百一百的 這樣啊 差不多的 那所以你如果讓他梅花座 那這個畢業典禮是要分上下半場嗎 還是什麼狀況 所以我今天我們再回到剛剛的那張表 來跟次長今天想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非常非常的高興 很感恩看到大家的努力 包括衛福部全體的努力 我們逐漸要賣回正常生活了 那麼在這樣來講 是不是有機會CDC 在所有各式的活動當中 給我們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包括標準也包括了騎乘 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是有超前部署 把病毒阻絕於個外 所以有這個時間準備 那麼你現在各行各業要起風了 其實你辦一場演唱會 辦一場這個藝文表演 我也是需要籌備時間的耶 到底是六月可以開始辦 還是八月可以開始辦 還是十月才能開始辦 這個我需要有時間準備 你不是說好明年開始開放了 我就可以開始 這個不行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是想請次長或署長 如果細節沒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有個態度和方向 好那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在台灣來講的話 目前社區是安全的 是 但是我們不能太過放鬆 掉以輕心 我也同意啊 不知道會什麼時候會有這個境外 那或者等等這一些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好 那 所以在我們這樣子要開始來放鬆的時候 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 我們有幾個方法嘛 那第一個就是說 維持社交距離 室內是一公尺 然後室內是1.5公尺 室外是一公尺 第二個就戴口罩 那第三個是有一個間隔 有幾種說可以再做阻隔的 那 要在各種場合這三個怎麼樣去用 這三個裡面取其中一個 那個是最最基礎的 的管理方式 取其一啊就像我們缺失現在這樣 取其一啊 取其一 那當然如果說要更安全的就是 三個選兩個 或者是三個通通來做 那或是最最最嚴格就三個都一起做 既要距離然後又要戴口罩然後又要間隔 好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原則之下 各行各業可以自己去做一些發展 在這個原則參考之下 那我們參考的時候當然就要看 你這個場合能不能實名制 也就是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能不能追蹤 第二就是中間互相之間的人跟人之間 互動的頻率有多高 如果頻率比較高的你可能要用比較好 比較安全的方法 那或者就是說這個中間 頻率高低跟這個 互相交交交通的這個時間 的長短 分別去做判斷 比方說公車可能上去到下來 十幾二十分鐘 那這個時間短 也許那個所需要的這種就比較沒有那麼 那麼長 但是你如果一個演唱會 那時間可能是比較長 或者一個表演 可能一兩個鐘頭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些原則 然後各行各業可以自己去想 你的 你的這個 所要做的這些活動 屬於風險比較高或比較低 然後去設計 你這個安全防護的一些措施 好 次長 那我想時間已經沒有了 但各位您剛剛這段談話是非常重要 可能全國都在看 甚至各部會都在看 所以讓您完整表述 那我想本席質詢 從第一次開始一直到現在 一項一貫之 就是認為衛福部 應該本於主管機關的位置 提出一個明確的指引 甚至原則方向都好 讓大家 各行各業 甚至各部會參考 如果如您剛剛所述的話 其實現在的問題 可能已經不在於後面怎麼做 的狀況 因為你剛有說了三原則 是三取一 C三取一 C三取二 還是三項全包 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判斷 但反過來您剛剛留了一個問題 就反而是 風險的高低 因為你剛說是應該依據風險的高低 而決定後面到底要採一項 或採到三項 那麼也許風險的高低 我們應該要請各部會 共同有一個盤整 說大概大家的風險 有一致性的標準 不然的話你看我剛剛列的這四種 其實連次長你看了 相信也會覺得 為什麼人民心中有疑惑啊 那沒關係 這部分 因為跨部會 我可以質詢行政院 好 謝謝你 謝謝次長 好 非常謝謝 蘇委員 請 謝謝次長 謝謝蘇長 接下來我們請 吳思懷委員 請答 吳委員請 請 先請衛福部 外交部兩位次長一起 謝謝 來 次長 次長 請 委員好 兩位次長都辛苦了 我想先問一個跟兩個部會有關的 有關僑民的需求 剛才我聽了 外交部的報告 台灣的防疫是全世界有目共睹 對於那麼多國家 我們都做了很多 醫療方面的資源或者協助 但是我們有兩百萬僑民跟僑生 我在4月27號質詢僑僑委會 能不能提供是因為巴拉圭橋社 給本席辦公室的反應 僑民需要公衛諮詢 或者線上診療的這種資源 4月30號外交部正式公文回覆給我 已經發函給僑委會協調衛福部辦理 5月7號本席在這裡質詢衛福部 可不可以做得到 衛福部給我的回應是沒有問題 上個禮拜5月21號 我再次質詢外交部跟衛福部 能不能做得到 到今天沒有答案 我想請兩個部會 包含今天沒有到的僑委會 我當然知道 不同國家之間的醫療政策等等 會有一些需要協調聯繫的問題 但是兩百萬僑民 全世界這麼多國家 都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應不應該照顧他 請正式用書面資料回覆本席辦公室 什麼時候可以具體的做到 請衛福部主回答好嗎 那跟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已經協調五家醫院 那他們願意而且可以來做這樣子的 在國外的這種 所謂的遠距的不管是諮商 或者是醫療 那當然遠距醫療這個部分 另外也要符合他們當立國的一些法令 不過以現在的模式大約是這樣子 因為人在國外 那他有一些疾病 也許他本身在國內也有一些 有一些病例在 好我想部長簡短回來 我是希望知道 這幾個部會你們整合之後 什麼時候可以做到 當然是漸進式 哪些國家我什麼時候可以 開始做這個服務 因為本席辦公室 每天接很多喬社的電話 我希望正式回覆他 拿到你們的公文回覆他們好不好 好 那五家醫院的資料 我們再給委員的方式 來請外交部能夠主折來協助 好不好 是 一定 是 第二個我想請問 我們怎麼強化障礙者的照顧 對身心障礙的這些照顧陳情 我不曉得 上個禮拜 我們在群銜樓門口 障礙弱勢團體的代表 在那邊陳情下的大雨 代表118萬障礙弱勢者 上禮拜 本席也在這裡 自己質詢了 那麼 陳時中部長也說 針對這個我們要強化 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說 也說過 健康防疫安全網 社會安全網 是必須要儘快補足 我請問上個禮拜 陳情的這些 衛福部有沒有具體的回應 這個目前 身心障礙者 因為如果他符合的是一些 包括是中低收 或者是需要紓困的對象 這個我們都是可以來做的 那這個問題應該只是說他們在接觸 這一個部分 那是不是有特別要去給他們一些 方便的一些申請 那至於說他本身如果是已經 身心是屬於有工作的 或者甚至是有加入勞保的 這樣子的對象的話 那勞動部也有這一些所謂的安心就業計畫 充電再出發的訓練計畫 這個也是有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以身心障礙者 那包括是如果他是自行作業的 也都可以去申請 這一些 這一些的 一些紓困的方案 市長我想的是 我曉得衛福部很辛苦做了不少事 也有一些對身上弱勢團體的 一些補助措施紓困措施 但是顯然不夠 所以他們才會冒著大雨 推著輪椅 在街頭 成情 請問這種場面 如果各位官員也到現場 情何以堪 我不曉得蔡總統看到沒有 這些是真正社會基層底層 最需要照顧的 當然有法規的限制 我希望能夠更具體明確的 給本席辦公室一個書面的答案 我好回覆他們這些 身障團體 代表立法院委員 對他們的關心照顧 給我正式的書面資料好不好 好 謝謝 接著我想對現在的 身障資格判定 3月份 衛福部給被監察院糾正 我們現在的判定的這個法案條例 顯然違背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那麼我們在2017年的 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 第10條也明確定出來 針對這一部分 衛福部可不可以簡短回答我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在整個判定的過程當中 當然環境因素的 這個第一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都有做的 只是說這個因素 到底要占整個 中和判斷的結果的 這個權術 權重要占多少 這目前是沒有 沒有一個共識 所以這部分還在 就是說我們 我們也委託了這個 相關的一些學術團體 在做這個研究 那這個研究成果出來 我們也會找 這一些團體 大家一起再來 坐下來談 就這樣的權術來講 是不是OK 除了身體的這個部分 包括環境的這個部分 各自的家權要算多少 最後做出來的中和判斷 是可以大家可以解釋的 好我希望次長的回答 不要是官樣的文書 而是真正落實到 我們曉得 這個 兩權的平衡是有為難之處 但是 他們這一群人是真正需要被照顧的 當然如果過了 本來就有 可以的生活條件 你給他也不對 但是這要做一個橫平的權衡 要聽聽基層的聲音 我想希望衛福部 能夠在這一方面做 你曉不曉得 什麼時候要開第二次審查會議 這個CRPD嘛 對 應該是今年就會 是明年要開第二次 今年就會開始 對 開始作業了 我希望台灣是全世界 防疫的模範生是個典範 但是不要在身心障礙的照顧上 落成世界的笑柄 請審慎的評估好嗎 是 那台灣在這方面的話 其實也不會說 比其他的國家差 差啦 我希望你做到的結論是 能夠得到國際這個評定 而不是次長自己在這裡說 好不好 接著我想問問 公共衛生支出經費 能不能夠回歸公務預算的編列 而不要使用健保的經費 我們知道健保已經 勢在必行的會 垮台了 收支不平衡很嚴重 能不能夠做到這一部分 其實現在大部分屬於 公共衛生的這些部分 尤其像這種傳染病預防的部分 都是公務預算在支援的 只是由健保代收代付 社長講這話要負政治責任的 我們所知道的數據是這樣子 目前有超過10億的腎臟病 衛教計畫 將近18億的健保署行政設備 與經費 將近百億的部分 擴大吸肝照護治療計畫 這些預算 近年都是由健保支出 這是不是一個正式的數據 像剛剛委員 提到像吸肝 因為吸肝它不是打預防針 它就是治療 所以當然是由健保支付是合理的 它是已經得到吸肝 治療好像才不會 我想請衛福部更明確的 把公務預算 跟健保應該支付的 做個明確的劃分和律定 下個會期就審預算了 該誰付就誰付 否則健保永遠救不起來 健保的虧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牽涉非常多 所以我希望廣開沿路 傾聽基層的聲音 傾聽各醫療團體的聲音 包含醫護筆 包含藥價的問題 包含就醫習慣的問題 所以應該廣開沿路 建議不要再閉門決策 否則健保真的救不起來 這是全世界都在看的一件事 希望衛福部好好努力 這是當然的 健保是我們很大的資產 好 謝謝 謝謝烏委員 謝謝兩位次長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莊敬成委員 尋答 莊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 那我們請薛次長 薛次長請 委員好 市長好 那我們今天來談談這個 健保漲價的一個問題 這個這個 政策 那我們陳時中部長在先前提到這個健保漲價的問題 那主要是這個 致富比例的問題嘛 那希望杜絕這個醫療浪費的問題 但這是 每一任政府 每一任的部長都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即使現在民氣可用 但是等到方案提出來 也許 疫情已經 緩和過去了 那民眾 想法可能又不 又不一樣了 那首先 我們來關心的就是說這個 分級 醫療的這個問題 這個 轉診這個欠缺誘因 那特別是我們現在這個 加一制度其實不夠健全 那民眾會覺得不舒服 但是又不知道看哪一科的時候 那最省事就是直接到大醫院去 所以很多這種 癌症病患也找大醫院 那感冒也找大醫院 那要開刀找大醫院 那要洗牙也找大醫院 那會造成一些 醫療上的一個浪費 那我們現在健保的 健保法的規定是這樣 是自行負擔是 的比例是定律啦 那但是實際上健保署一直採用的 是定額的一個方式 那如果 呃民眾 不太可能接受比較高的比例的話 那我們該要怎麼去 調整這個做法 目前看起來是以定額在在在在做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的話當然就是說法的規定是這樣 不過他是一個德啦 德醫診所或各級醫療醫院的權利 是德嗎 是德啦 那所以在 執法方面的話 我想我們並沒有所謂的違法之一 但是 政策上面要怎麼樣去做 我想委員也非常清楚 這是兩方面要去做平衡 一方面的話 當然就是說我們希望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分級醫療制度 那能夠在基層把民眾照顧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話就是有 會對民眾的就醫方便性也會有一些 變成需要做限制 或者就是說 民眾的 這種就醫的習慣要去做改變 所以這個次長我想請問你一下就是說 目前這個分級醫療在我國最大的一個困難點是什麼 我想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一方面就是民眾就醫習慣的改變 那對於這個基層的一些信任度 那它的原因其實來自於說我們的就醫實在是 方便 然後我們的醫療資源相當的普及 其實本協認為說這個其實也在於說我們的衛教 不夠普及 那我覺得在像就連在學生時代其實就可以有一些這種 衛教的觀念下去 當然一方面是在教育方面 那一方面其實就面對於現在的這種高齡化的社會來講的話 那我們過去是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未來就不一定理所當然 比方說老年家的老人家的一個就醫 高齡者的就醫方面的話 那就沒有那麼方便了 所以在這時候的話那個 需要依賴這個就近的這種基層醫療的這種依賴度會增加 逛醫院的能力會比較缺啦 所以也許我們還是必須要往這方面做一個好的一個規劃 那讓他順勢而為 是 好 我們來看這個部分負擔的這個問題 那本習教授說部分負擔其實要考慮避免這個醫療浪費的問題 那例如以前其實以前常常發生就是 有的人一年看病 可能破幾百次 那有 有時候一天看五六個醫師 那雖然經過 衛福部這邊的輔導 這種極端的案例已經變得少了啦 那但是不可否認就是說很多人到醫院其實有時候不是看病 有時候是當作一個社交活動來看看老朋友或跟醫生聊聊天 那 那所以其實如那個 陳部長之前所規劃的可以考慮 看病超過一定的次數的 的人 那提高這個部分負擔的金額的比例 那當然我們對於這個真的有需求的 病患齁我們也要有這個 彈性的做法齁 那例如這個慢性病或重大傷病 我們要給他一個彈性的做法齁 那這個次長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方向是不是確定的 那如果是確定的其實如果 你們有沒有研究過建議是超過幾次 我們要去調高他的這個部分負擔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部長當時的說法是 第一個可能要考慮費率的調整 費率的調升 那部分負擔的增加是比較不 不考慮的 但是如果需要動部分負擔的話 也許可以看高整室的部分讓他部分負擔稍微多一點 他只是一個想法 那這個部分的話當然還要經過一些研議 就叫部門負擔的比例調升 跟這個保衛費率 這兩個一定是一個配套 那看看是有哪一個是比較有效的 那部門負擔其實能夠去幫忙 挹注說健保的財務很少 他主要是抑制浪費 是 抑制浪費 這就是部分部分他是要考慮這個醫療浪費的一個問題 對 所以是抑制浪費 但是沒有增加健保的財源 是 好 謝謝市長 那我們知道說這次的疫情 我們知道這個衛福部很辛苦 那個醫護人員也都很辛苦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這個健保真的是非常好 很棒 但是我們的這個醫療資源 事實上其實還蠻缺乏的 那例如說 衛福部統計的我們的經常性的這個醫療健保 支出我們占 我們國內這個GDP的比例大概只有6.1% 那美國是16.9% 那在這個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 這個OECD的會員國的中位數是8.9% 那所以跟這個OECD的36個會員國相比 其實台灣只贏了3到4個國家 那包括我們的醫護人力也是偏低 那2018年我們是每千人口的這個 醫師數是2人 那醫護人員也是6人 那與這個OECD的這個國家相比 是屬於這個 我們這個左下方這個雙雙偏低的這個類別 那其實也顯示出 我們這台灣的醫療其實是很緊繃的 那這一次的疫情是因為我們做了這個超前部署 才不至於說我們沒有面對都這個大的流行 不然其實大流行 台灣其實很有可能面臨也是這個醫療崩潰的這個現象 那因此我們覺得說要談健保改革 就不是說 就剛剛我們提到上面幾個問題 其實都是環環相扣 到這個醫護人員的這個比例都環環相扣的 那我們是希望說健保改革這邊 我們就不是在這邊說 要喊價健保配料條多少這種問題 是要整體的制度是要徹底檢討的時候 那我們想問說這個衛生部這邊準備好了嗎 就是有沒有這個決心呢 因為放眼過去20年來 陳時中部長 可能是唯一有足夠聲望 來解決這個問題的人 跟我們報告其實當然台灣的健保其實是全世界來講的話是排在前面的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但是台灣的健保仍然有它潛在的一個弱勢 得一個弱點在 那剛剛委員提到剛好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弱點 就是我們的這些醫護的能量 我們用一個說法說 備載容量其實是不足的 也就是說面對這種突然的壓力大的壓力過來的話 我們能夠動的很少 那這個又不像說口罩 把產線弄出來就好了 這些醫護的能量的產線要去能夠上線 不是說一兩天後一個月就能夠上線 只有好幾年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這一次的健保改革必須要把這一個放進來 都考慮進去 對喔 是 那怎樣的讓我們的整個醫療體系裡面的這些醫護的能量 是能夠比較能夠吸收這個壓力的 包括疫情包括重大災難 都能夠來吸收這些突然增加的醫療需求 那是比較足夠的 這是我們再過來健保的改革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是 本席也認同 那最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關於這個生醫產業的這個問題 在剛剛今天的報告中 就是我們也希望說 因為透過這次的疫情 我們有看到說我們的生醫產業 其實在台灣不僅是可以 未來可以帶動這個經濟發展 在我們的防疫上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那我們希望說生醫產業也可以跟 未來推展到全世界 那現在全世界剛好就是都 認為我們台灣的這個 整個醫療品質 尤其是口罩國家隊 讓我們台灣在全世界都出名了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口罩 就關於口罩這個問題 口罩外銷那個 陳重部長 就是指揮中心這邊說可以接單嘛 就是跟我們的產業講說可以接單 可是一直沒有一個時間點 給產業說他們現在 基層的產業他們有一個聲音就是說 他們如果可以接單 可是他們不知道 什麼時間點可以出 他們不知道怎麼去簽那個單 那而且就是可以外銷的這個數量 到底有沒有限制 那他們是希望可以了解這個問題 那這個當然也是他們的一個機會 因為其實世界 因為我們台灣目前好像 應該日產量已經到了超過2000萬片了嘛 差不多2000萬 對那所以現在他們有這個外銷的機會 那我覺得 這應該是推廣我們這個生意產業的一個契機 是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我們未來是會用一個定額徵用的優惠方式 那多餘的就可以外銷 那時間點的部分的話 這個禮拜應該會做一個決定 那我想最慢大概下個禮拜也許就會開始 是 好 謝謝市長 最後啦 最後我再問市長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個我們的陳部長 最近就是你們也有到這個墾丁去嘛 那我相信說陳部長現在 到哪裡都會帶動這個地區的這個經濟的在發展 那我也希望說有機會 那也邀請衛福部這邊 陳部長或市長他們一起 我們來台中這邊走一走 因為像我們那個台中一中 之前是受到這個 督幕艦隊的一些影響 那 也希望部長 有機會可以到我們台中來走一走 所以我會跟部長報告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總委員 謝謝市長 好 接下來我們請婉婉育委員 審答 婉委員請 補部市長 薛市長還有健保署署長 市長 理事長 邀請你 嗨 委員好 今天主要還是想要就這個健保的問題來做討論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說這個健保的安全準備 已經在明年底大概就會低於1.5個月 所以最近有在考慮說健保費是不是應該要調整 或調漲的情況 那 不好意思可能先等一下投影片 那署長其實這邊曾經有提到幾個可能的改革方向 那包括說這個藥品的部分負擔不用採 不會採這個200塊的定額制 而是改採定律制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我們想要在這邊請教是說 是不是除了這個改成定律制的部分之外 我們現在現有一些情況 我們有看到一些現狀 或許是現在就可以來做一些改變的 比如說指示用藥的部分是不是能夠來做一個調整 那指示用藥的意思是指說在 有藥師或藥劑師會藥 醫師藥師或藥劑生來指導民眾使用 購買的時候不需要處方簽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說相對應的法規 其實就是在健保法的第51條 就這個指示用藥不列入本保險給付的範圍內 但是因為有那個200塊的定額的部分 所以其實現實這樣的現狀 就是很多相關的指示用藥仍然是用健保費的部分來支出 比如說我們這邊大概先簡略列出這三個 第一個是指這個藥 餵藥的部分 那第二第三其實都是指通退燒藥 其實這部分其實都非常的普遍的被開利 大概提供給民眾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說以現在的這個指示用藥的部分 一年其實大概就有一千 一億五千萬的這個費用的部分 所以想請教說在這個指示用藥的部分 是不是有做一些調整的可能性 那第一個是說與法規可能有矛盾 第二個是說其實有一種有點普遍的氾濫或是過多 因為比如說像第三個這個口服藝劑 其實是每個家長有小朋友的家長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說每次幾乎生病感冒去看 就會有一罐粉紅色的藥 那其實很多家庭也會有很多很多罐 那以我自己的做法 我其實是會問醫生說這次我們要開這一罐 如果有我家還有請你不要開 但是我覺得會有這樣做法的家長畢竟是少數 那是不是有其他因應的做法 可以避免這個藥劑的浪費 避免健保的浪費 我想在指示用藥的部分 這已經是也討論很多次了 那我們是採取的方式是逐步的delist 就讓他退場 所謂退場不是說不可以開或不可以用 而是說讓他不在健保給付範圍之內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當然會影響到的就是說 那制度上面的執行要怎麼樣去做配套 比方說一個醫師他開出來的一個處方裡面 有一些是只是用一些是廢 就是處方應藥 那這樣子的一張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是健保付的 有一些是民眾要自費 另外出來的那個單子就必須要去另外一個在付款的時候就是要把它割開來 那民眾就會有一些confused 就是會混淆 說是怎麼會這樣 這明明他們以前開的 是怎麼有的還要把它割開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需要一些社會上面的一些宣導 我想這些配套大概要做好 所以我們目前是漸漸的來做 所以這個漸漸的部分有比較明確的方向和比較明確的時間點 大概哪個時候要打標到什麼情況有這個清楚的做法和應對應的目標嗎 當然這個在整個健保改革的過程當中的話 這些都可以來擺放進來 但是這是算是說不需要去動法令 因為現在就是有了 是的 所以我們在想說調查健保費的之前 我們是不是有些現在現階段應該要做的 其實應該要更努力先來做 那這個健保讓他發揮比較高的效益 所以在也許在調保費之前 我們再做一次的再檢討 那再看看有一些哪一些要還是需要再退場的 所以指示用藥的部分有比如說定期的檢討 或是定期的會議在進行嗎 應該就有 來 好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指示用藥它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過去的一個歷史 那在實務長在操作 我們也是希望讓醫界尤其像基層診所 都是醫院他們在操作的時候不會負擔太沉重 是的 那的確就是說因為像之前的時候 你知道說有一個微鼓力這個藥品 那當時就是因為我們認為這指示用藥 所以我們就把它從健保裡面取消 結果沒想到它就在那個電視裡面廣告更兇 所以是希望說有沒有比較清楚 研討它研究的方向 現在就是我們針對這些指示用藥的話 我們就把它列出用量多少 然後我們就是有請各個相關的學會 幫我們確定說這個藥品 他認為是不是需要就是變成就是還去 因為改變不是一下就全部都取消 就像剛剛委員提到這些藥品的時候 其實在外面 葛蘭素他賣的這個普拿藤 價格都遠比就是說原來的學民藥還貴了很多 所以我們也不要說衝擊到民眾 真的到時候就是為了買一個普拿藤 當然當然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看得到一個明確的期程 和做法 包括說跟相關的人 醫師 藥師 我們有跟各個學會請教他們的意見 那他們會給我們一些建議 那我們就針對那個 就是一些數量慢慢就做一個改變那樣 了解 那我們可能之後還在追這個這個改變的狀況 因為我們其實看得到是說 理解這個狀況 但是沒有看到實際這樣的做法 或是希望能夠推動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想要救心理衛生 心理衛生的部分來做一個討論和請教 那其實在之前的諮詢 我們其實已經提過說這個精神衛生的部分 其實佔醫療的比例用非常的低 那我們希望說就醫療端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說 第一個是之前提到過 就是說這個藥物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二代藥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居家治療的部分 也希望能夠做有所調整和可能性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除了這兩者之外 我們今天有其他部分想要來做討論 那我們先來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說蔡總統今年的520就職演說 其實又再次的提到一次說 這個不只是思覺失調症 其他精神疾病毒癮家暴等等 只要是家庭沒有辦法妥善照顧這些患者 政府就有介入的介入的必要性 那我們想請教說 我們目前給心理衛生的資源足夠嗎 我們可以看到陳時中部長這邊也提出來說 在這些相關的計畫當中 我們也希望能夠持續加強精神照顧 經常照顧的照顧 包括說後段的醫療照顧 那我們其實知道說精神醫療的部分 或是精神照顧的部分 其實很長有前有後 那我們今天是因為主要是因為健保所這邊 在這邊我想先來著重在這個醫療段的照顧 提到說我們前面其實有兩個部分 居家的部分以及說用藥部分之外 今天想要來請教是在這個深度的心理治療的部分 那其實很多針對這個精神疾病者 他們很需要的可能不單單只是用藥而已 或者是說其實不見得是完全都只能一代藥物 有很多心理治療的部分其實是更需要的 因為他們必須要有心理上的支持 心理上的依賴 建立這個心理上的連結等等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目前現在深度心理治療的健保點數的支付 大概是1203點 意思就是說 相對之下一個門診的時段 如果醫生他願意來做深度心理治療 他大概只能進行四到五位 但是他如果是用門診的部分 他大概有二三十位的病人可以處理 也就是說對醫院來說 畢竟他還是有 必須要能夠經營醫院的狀況 所以很多醫生他可能 恐怕受限在這個 健保點數的支付的情況下 他沒有辦法去做這個深度的心理治療 又或者是說願意 給深度心理治療的部分的醫師 可能有點像是在做善事 那因為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這個深度心理治療的 一般的自費的情況 或是所謂的市場行情 價單是現在健保的兩倍 所以很希望說 這個部分醫生他可能希望用自費的方式來經營 來處理 然後讓醫院能得以經營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大概有超過 依照調查大概有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家庭 其實是沒有辦法自費負擔 這個深度的心理治療的部分 所以我們想請教說 在這個部分是不是有調整的可能性 這當然是可以來做討論 那我們也知道 這任何健保的 這一些支付點數的調整 都是必須要經過共理會議 帶來一個機制在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點出這個問題 那我先就這個 實際上現在狀況就剛才提到說 很多家長可能沒有辦法自費 HF又點數太低 所以醫生可能沒有辦法進行這個深度心理治療 所以現在全國有342萬的精神病患 但是我們一年的健保申請 深度心理治療只有8萬 那其實這就是剛才提到說這幾個原因 導致說這個部分其實 在精神病患這邊 精神醫學界他們其實認為說有這個必要性 但是恐怕能夠使用的比例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能夠 點出這樣的 這樣子的建議給 給兩位做參考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到說 剛才點數的調整 需要做一些會議 需要做一些討論和溝通 我們都非常清楚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在這個深度心理治療部分 其實16年來從來沒有調整過 這個支付的費用 所以導致了剛剛的那些現象 所以很希望說這部分 包括說我們之前質詢過這兩個點之外 深度心理治療部分 也能夠一併來考慮說我們怎麼在健保方面 給予比較多的調整和因應 以提高我們的精神衛生的照顧 我想這個整個的 不論精神疾病或者是更嚴重的一些精神病 那的這些照顧 醫療照顧或其他各方面的 其實是需要整體性來做思考 那只有單一的品項去做處理的話 我想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試著提出完整的部分 給兩位做參考 就是剛才提到說 除了用藥之外 用藥的品質 用藥的部分 以及說居家的部分 深度心理治療部分 這都是在醫療上可以協助處理的 那當然我們 本期還注意的還有更多 就是前端後端的部分 我們也持續在跟相關型口師等等的部分 在持續做溝通和討論 那希望部長和署長這邊可以考慮 整個健保的調整 好 那個謝謝委員的指教 這個整體包括健保 還有整個精神醫療的網絡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要去做的 那在總統的政策宣示之下的話 我們會努力來做 好 我們期待有全面的調整和照護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謝謝市長 市長 好 我們接下來請廖文委員 廖文請 好 謝謝主席 我要請一下何次長還有 薛次長 薛次長 不好意思 沒有擔子 好 次長先 次長 你們五月天昨天去幾個 今天來的 舉手一下好不好 好 兩位是吧 我沒有請你上來沒關係啦 薛次長 我只是了解一下 昨天吃了黑尾魚精神比較好吧 當然啦 不知道這個屏東的 當然 對啊 你當過屏東縣衛生局局長 難得帶大家回到屏東去 只是我是提醒一下啦 既然我們在衛防委員會很久沒有看到我們的那個衛福部部長 對不對 我記得我在這裡只看過他一次來報告完就走了 看新聞才知道 除了其他次長之外我請一下那個衛教部 一起 衛教部 薛次長 請 那個次長 因為我上個禮拜 應該三還是 是齁 我看到外交部的報告 你們在 在那個要 為了要加入WHO當會員 參加WHA會議當中有提到你們捐贈的防疫物資 在台灣共捐了2750萬片口罩 還有什麼那個耳溫槍3萬5千支啦 這些 我們都不講 未來第四波的原外物資 還有2350萬片外科口罩 110萬片N95的口罩 17萬件防護衣 60萬件隔離衣啊等等啊 這些就是外交部的報告 這是上禮拜你們的報告 為了加入那個那個那個WHO WHA 我想請問一下外交部 你們在休息我們的僑民啊 旅居海外的這些 我們的國民啊 那二等親 現在怎麼領口罩你知道嗎 還是薛次長你來講 我們園外的口罩上千萬片 到現在我們開放二等親寄口罩 能寄幾片 這個是就是以30天去算嘛 兩個月30片有沒有改變啊 目前還沒有改變啊 對啊 你知道我們屏東縣有一個一直跟我澄清 我也覺得真的是搖頭 兩個月4月9號開放4月10號寄 5月15號還沒有收到30片口罩 現在兩個月到了要寄還是30片 國人的健康 如果這些有健保的話 在國外醫療 沒有回台灣醫療可不可以申請健保費 萬一他得了武漢肺炎的話 國外 在國外 沒有沒有 這一個武漢肺炎的治療費用都是公務預算 那就是在國內治療的 國內治療 國外治療不可以來申請健保給付啊 那健保不負責 這都是公務預算在付的 那不管怎麼樣 我是覺得國人的健康 即使親屬的健康 我們圓外幾千萬 2750萬片 2350萬片 可是我們一個二等親 如果一個家庭也不是一個人啊 兩個月計30片到現在還沒有解禁 好 那個外交部次長您請回號 我想這是我凸顯啦 口罩不能完全用在口罩外交 薛次長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開放 可以直接買口罩了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是這樣子啊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有一些地方 為什麼會難以拿得到的話 其實是該國 有時候會把寄過去的口罩會攔截掉 三十個口罩要攔截也不可能啦 當初為了安撫這些 我們一些民眾啦 我對不對 我說有時候是他們國內飛機的關係 4月10號你就知道 同樣經常也有委員執行過嘛 沒有辦法送出去嘛 送到各個國家 他們的轉運也會出問題 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收到 三十件還沒有收到 未來的三十片還是三十片 我跟你講這個不是幾片的問題 我希望我們全新思考 如果疫情緩和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可以開放 記多一點嘛 我已經在委員會執行過 所以我要跟委員報告就是 剛剛也有委員執行到的 我們再過來是定額徵用 剩下的他就可以賣 直接販賣了 對在國內也賣 寄到國外應該不要再限制吧 可以取消了吧 所以那個部分的話 你跟疫情指揮中心法令 不要再限制了啦 國外還是嚴重嘛 這一兩個禮拜就會做決定 下個禮拜一起做決定 好 謝謝 我不要太談口罩了 為了這個口罩的問題 只是我們覺得很奇怪 外交部拿去做口罩外交 國人要買口罩還是買不到 當然我們因為疫情還是 比較舒緩一點 但是國外疫情還是嚴重的時候 我是覺得只要調整一下步伐 另外就是針對那個 那個薛次長我再請教一下 我提醒我針對這一次是 因為太多議題 那個主席排了太多議題 我針對那個健保費來談 但是呢 針對安寧緩和醫療當中 我是提供給外福部做一個參考 因為監察院一直在糾正 也有糾正過 我們的安寧緩和醫療跟病人自主 權利法這一塊做得不過落實 尤其安寧病房當中 還限制說癌症的啦 發大非癌症病人啦 運動神經元的 才可以進安寧病房 為什麼安寧病房要限制 因為給付太高呢 還是怎麼樣 也不是這樣子啦 真的它是根據需求來的 那這些需求 這些需求的人才會想去安寧病房 其實那個病人 大部分啦 大部分都會是這些需求的 大部分 所以限制健保給付只有這一塊 應該不是健保給付 它是適用安寧病房 適用 其他的安寧病房不能收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疾病 我跟你講 所有安寧病房這一塊 監察院就證這一塊 你提供書面回答給我 好 另外現在安寧病房 有乙類的安寧訓練員 我是覺得說真的 會住到安寧病房 現在尤其是高齡化人口 年輕人都要就業當中 很多生病家 家長未來 那個長輩 可能大部分都會需求到安寧病房 因為現在很多善中的問題也好 尤其在很多 不管是癌末 我們現在比較簡單說癌末的病人 因為他們的 面對死亡的恐懼也好 他們疼痛的情況也好 都希望在醫院治療 對不對 所以安寧病房的需求會未來大 所以為了安寧病房的建構 我是覺得 還要更妥善注意一下 尤其是安寧病房的這些醫護人員的話 現在有癌內安寧病房的醫護人員 只有受十三小時的訓練 八個小時的實習 我是覺得 有時候在對待這些 這些安寧病房住院的這個病人來講 我是覺得有點不夠 所以如何落實 我希望針對這一塊的檢討 提供給我參考好不好 好 那針對健保肺這一塊 我想請問一下次長 你們所知道現在健保破產 要提高健保費 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嗎 要提高健保費 因為目前的安全準備 就會逐步的不夠 那當然就是收入 那會健保 那個健保費 可能會破產的最大原因 我把它收刮 其實歸納了幾個問題 需要調障健保費來補足 對不對 需要增加不務負擔也好 然後要調障慢性負擔 這是大家媒體上 收集出來可以想到的方法 包括高掌市的人 來做一個約束等等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健保支出最大的是什麼 健保 健保支出的最大是 委員會一直要分項目嗎 大部分支出啊 這是106年107年108年 最大疾病支出的統計 第一個是慢性腎臟病 第二個就是亞洲病這些的 還有糖尿病這些 看一看這三年連續三年 大概這三個 這三個區塊都在換 下一個107年的支出你看看 慢性腎臟病有36.4萬人 醫療費用就佔了513億 糖尿病145.9萬人 佔了291億 那個這個亞洲病 牙科這一塊呢 877.8萬人 佔了170億 所以從這些前三大疾病來講 都輪而已嘛 你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來節省嗎 我是想說慢性腎臟病 其實我們可以總括起來 真的是在衛教這一塊 或者教育這一塊是不是 你要挑戰健保費都不是辦法 其實有很多方法 我們都討論過 在那個立法院 衛環委會這一塊也討論過 不管下一張 一些主要的原因 我們要防止有很多方式 剛剛講的 除了剛剛那幾個支出 為什麼糖尿病支出會那麼多 為什麼慢性的會那麼多 為什麼那個牙齒保健的會那麼多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用教育 或者是 那一方勝於治療嘛 這些都是有根源的 我是覺得應該強外一下 不是只有挑戰健保費 我們健保做得再好就是 付錢就很好啊 對不對 可是呢百姓你要跟他賬價是很難的 所以呢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不管是詐領健保費的醫療浪費的 逛醫院的 或者是什麼 藥家黑洞的 等等 包括現在洗腎的也很多啊 為什麼洗腎的很多 那一定是飲食跟衛生習慣 或種種的用藥習慣不對 才會讓腎功能消失了嘛 才要洗腎嘛 可是這些我們前幾個 醫療中道支出當中 我們總是要想辦法 不是說哎呀不夠了 錢不夠了 再來挑戰就好 所以我希望喔 衛生那個 衛福部這裡喔 稍微診斷一下 因為你要講 過去在委員會當中提到 藥家黑洞也講不完啦 對不對 洗腎的支出那麼多 糖尿病的支出那麼多 原因出在哪裡 我是覺得衛福部 應該有專人去研討 我們從最基層當中 就去思考 好不好 如果從教育當中嘛 那包括之前委員也提的 整個醫療的分級制 那你要從教育當中去實施的話 才能節省健保支出 不然健保費永遠都不夠啦 那我們再過來是 會更加著力在這兩個部分 一個是就是說在預防的衛教方面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 疾病初期的管理方面 讓他不至於說因為 我是從教育當中去 去建國會更好 這兩個都非常重要 對不對 因為像我那天在質詢之後 健保局也來跟我講 我說我們在現在的地方 很多醫生跟我講 啊 我給你請到健保啊 我說欸 原來是可以 有可以申請 還有可以不申請的 結果那個健保局來跟我講 才說不是啦 我們的健保就是你只要開刀 做什麼都可以健保給付啊 只是有時候要提前申請 有的不用 可是我們鄉下人 包括我自己都以為是醫師 用力跟你申請 才有面子得到健保給付呢 原來全國任何一個大小病 通通可以健保給付 只是我們不知道 好大的恩情 那個 因為每一次意思說 我有給你請到 我有給你請到 啊 原來都是政府在付錢的 所以這一塊也要讓民眾知道嘛 好不好 所以這一塊來講 提供給我們一些訊息 那包括那個 緩和醫療這一塊 安寧病房這一塊 你們要如何做改善 那個監察院已經糾正了 改善的計畫給我 謝謝 好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廖委員 你看 要不要你把他放進去 那我想我們 因為時間有關係我們在 欸 我 我 高嘉義委員 啊不高嘉義委員 執行完我們中間休息一下 那現在有小弟我請廖委員 拜託拜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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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接下來請邱太元委員發言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齁 還有一邊立場齁 還有mäßig市長希 trava равствуйте 還有謝市長 還有輕時 徐斯市長 還有柴市長齁 那你 から這裡給他 Communist 我想... 我沒有時間的關係 今天題目真的是比較多了 抱歉齁 Kansasを 剛剛點當明白的都上台好了あぁ 第一張好了齁 那我想今天 這邊很重要的提出的就是一個健康防疫安全 還有社會安全網這個概念 我想我們利用總統的指示之下 其實是累積了過去很多的經驗跟這次的疫情 那這個部分我請薛市長可不可以簡單講一下 有沒有準備好要出發的 這個部分的話其實就是方向上面是確定 就如同我今天的這個所提供的這個書面報告 那裡面很多東西也是現在有已經在做了 那現在當然就是說哪些部分從這次的疫情裡面得知 需要再進一步再加強 那這個部分就來加強 所以才能夠形成一個所謂的防疫的健康安全網 這樣概念上面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好 謝謝我想我們醫療界一定全力配合政府 跟相關的部門來努力 那但是你今天的報告裡面非常的完整 但是似乎少了一塊 我本來要提一個臨時提案 但是我想直接現在就報告了 那希望你們能夠有關這一點給我書面的報告 在這個這樣的一個規劃裡面 為什麼都沒有任何提到基層醫療 任何的 基層醫療在 我們在第一線 五萬 很多很多的醫療團隊在基層的一個努力 我想在這所有 我去問早餐店的老闆 他說我金層很重要 在那邊就是我都看那 所以你防疫 我都看那 在我們的規劃裡面完全沒有這一塊 我想是不是能夠 提出一個更完整的建議 OK 那這個部分基層醫療 其實它是第一線在面對民眾 那民眾 他的在整個防疫的過程當中的話 有兩個主要的概念 第一個概念的話就是 民眾有這一類傳染病的症狀的 很可能他第一線就要到這些基層診所 在基層診所要有基本的防疫 我們防疫名單從中有回來的 前 剛第一次看門診 百分之七十五是先到診所 對 這中間是 沒有錯 擋住了第一線 所以第一線的我們的診所的醫療人員的話 必須對疫情有足夠的訊息 還有有足夠的防護 這是重點 那第二個在整個防疫過程當中的話 那因為醫院會收到比較多的 進出的管制 所以有很多病人就沒有到醫院去就醫 原來他習慣在醫院就醫的 那可能就是必須要回到基層這邊來處理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就是這些不是原來的 不是武漢肺炎 不是這種傳染病的病人的 這個就醫方面的協助也是要靠基層 好 不好意思 因為像義大利 就是靠 其實都是基層沒有做的很好 所以他們出去沒有保護好 所以傷亡非常嚴重 好我想時間今天題目太多 不好意思 謝謝市長這麼的指導 那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新的規劃裡面是不是 可以要不要 你們覺得他的角色怎麼樣 我想 我可能會提你 但是如果沒有 提的話就拜託你們 我們會把這個基層的 把那個宿問報告 再盡快給我看一些 看未來的怎麼樣做 好那 看下一 好就這張 看下一張 好那其實我們 這個 新市長也很清楚嘛 從您當 是 一正式處長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在SARS以後 我們建議了一個 以很好的分級醫療 也成立了社區邀請 社區公衛群 那個時候您推的公衛群 其實也墊下很多防疫的基礎 我想在座很多都是幫忙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才說 這樣的一個衝擊 其實是這樣 我們在原來這樣的體系裡面有沒有怎麼樣才去改改改改 那個設施多重視第一層的那個 才會有現在 幾世文明的台灣的社區邀請 署長也很幫忙 那這次的規劃竟然都沒有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可能對我們20年來 大家從西伯生教授他們開始改變體系裡面 非常重視這一塊的 好像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討論好了 但是可能一定要積極我會再追蹤 那接下來看下一張 那當然就是說因為在整個體系裡面 長照也是要進來 我們這次次長也跟我幾次去看了很多的地方 長照也論列為在健康防疫相關的一個體系裡面 這個可能也未來也不能少的這一塊好不好 那當然 這一塊我們再一起來努力 再來下一張 那再下一張 那這個其實是我們提供 已經發表在國際的協數期刊 提供一個基層分流的一個 然後跟那個社區檢疫院醫學中心的一個 已經被接受publish 這個在英國已經被肯定 台灣這樣的思考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我們在VHA的場合 在跟世界醫師會的場合 我們都用樣子來宣討 我想這個部分還是跟國文部裡面報告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請司長這邊 我們一起 沒有這種概念嘛 我們一起來討論 當然請署長能夠 能夠在分配之類之類裡面注意到怎麼樣分流 最重要的是保留 加強防疫的能力 保留我們醫療的量能 這個就是我們 這次總統提的目標也是這樣子 看下一張 好那 安妮保疫調條例其實有推展到這樣子 它是我們 台灣之光 這個廖委員剛剛有提到 我們的死亡品質 善終品質在全世界是第六吧 其實非常的優秀 今天健康局沒有來 過去幾十年來努力非常重要 我們常常在國際的場合 所以說幾次來WHA 我們薛次長也非常幫忙 我們在很多醫療的外交裡面 也幫忙很多 所以它其實面臨很多 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普及化 還有怎麼樣去 教育的更好 什麼強化生命教育 我們不能因為做久了 就好像把它忘記了 所以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說 相關的法規 是不是都需要再調整 我想有關 我這個栽贓 我也會寫一個臨時提案 但是在這邊我還是要求 衛務部整個 把這個部分 能夠一個月之內 把這樣的一些問題 提出來給我 回答看我們怎麼發展 好 請按下一張 好 那 健保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我沒有特別意見 我只是要 兩點報告 第一個就是說 健保其實 要跟社會報告 健保其實是非常重要 它是人 你看我常常舉一個例子 一個媽媽重病的 乳癌的媽媽 先生也生病了 小孩還小 他其實很需要紓困 可是他還可以去治療 他的乳癌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好的健保 這很令人感動的事情 所以 健保其實怎麼永續 是台灣生命 台灣人 台灣的人民 生命健康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去改善 當然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其實我們在醫師公會提一個修法 這個我要輕輕實的告訴大家 我們是要降低 降低上面43條寫的部分物端的比例 報紙有時候跟我們寫說 醫師提了一個什麼 要提高什麼部分物端比例 錯誤的 我們提的是把它降低 而且你如果經過轉診的話 是基本上是不需要 它的部分物端會照對低 我想 請次長跟署長能夠了解 醫師提一個這個事 是要讓它可行 你才可以依法辦事嗎 不然我們常常這樣說 43條都 43條都不這樣做 當然你說得啊什麼 但是這就當初那個醫師的用意 好心 要處理分解醫療 覺得說不可行 所以很多當時在做這個健保制度的前輩們 他認為說不然我們把它降低 看看能不能真正來落實 拜託也可以大家研議一下 請問一下這樣 那這個部分可能那個 謝市長的拜託啦 我這邊 當然衛福部也很幫忙 我們命名 也都很幫忙 我們很多國際外交 那未來在這樣的一個 新的階段裡面 我們怎麼更加的結合 我想這個部分不管是在 像我們台灣醫師會跟世界醫師會 關係的互動 就希望能夠多幫忙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 你看我們很多的通行政經濟 都是台灣世界醫師會 幫我們在爭取的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其實還有很多的重要的活動 像外交部這次對我們亞大 有20個國家的國家醫生會將要在9月開 這個部分也有一個共同 很多把這次的防疫醫療 還有很多產業 中東呈現出來給亞大20個國家來看 這不只歐洲的人也會太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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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怎麼去協助他呈現出來 馬上要呈現出來 我們會來跟衛福部還有這個 因為我們已經跟外交部在談了 外交部也很好一起在談 但是請市長回去注意一下 把這個案弄得更漂亮更展示 我們台灣有很多地方提供很好的會議場所 也要來展現 這個時候是全民大家都很合作 那拜託歐市長這邊也 看國際衛生這邊 運動這邊也能夠協助來參與 好不好 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好 看起來這樣 好 我們MEO很積極 所以 一定要協助政府 來尤其在下一階段 怎麼樣 來把台灣人的成就 呈現給各位 來照顧全人類的健康 大家一起努力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邱委員 你來先放 不好意思 你來先放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高嘉宇委員 尋拿 高演請 謝謝 謝謝主席 那我們是不是請 衛福部次長 謝謝 那請健保署署長 謝謝 請健保署署長 謝謝 好 謝謝 今天講這個健保制度的改革 那我們陳時中部長也已經拋出了 健保費要調漲這樣子的一個訊息 那確實引起很大的關注 因為其實以現在來講 2017年開始我們的健保 確實是明年的短處 那去年短處337億 那健保準備金呢 確實已經入不敷出了 那以現在的預估來講的話 大概何時如果在不調漲的情況之下 可能健保就面臨負債的狀況 到明年底可能就沒有安全準備 明年底我們的安全準備金就已經不足了 那以我們的現在的健保費率來講 目前我們的負擔是採定額制還是定律制 部分負擔嗎 對 部分負擔目前是定額 目前部分負擔是定額制 有一小部分是用定律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分級醫療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推動就是說 分級醫療制的落實 但是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一般民眾還是傾向去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等等 那如果說區域醫院以上的 現在的這個部分負擔 或者是初級門診照護率 還有17%來看的話 其實這個對一般民眾來講 就醫習慣沒有改變 我們的健保支出呢 還是會逐年的增加 那我們國人每年的這個就診次數呢 也是居高不下 以我們去年來講好了 平均每人每年的就醫次數 我高達15次啦 那相較於其他的亞洲國家來講 是其他的以開發國家的三倍 那這樣子的一個問題要如何去改善 這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一方面是我們的就醫非常方便啦 所以就那個就醫的成本是很低的 那相對當然民眾就 所以就這個部分你們的改革方向會是如何 你們是要朝民眾來開刀 還是就制度方面如何去改善 當然最重要的是在制度方面啦 那制度方面怎麼樣講呢 就是說這一些就醫為什麼 測試為什麼越來越高 主要是跟疾病形態的改變有關啦 也就是說當慢性病的比例是增加的時候 慢性病意思說他就要看那麼多 所以說我們就有資料顯示說去年2018來講 國人前三大支出就是第一個是洗腎 您所說的慢性病 他就是定期都要去醫院 支出高達513億 第二就是糖尿病291億 也是慢性病 再來就是亞洲病 這幾乎國人的常見疾病啦 171億 那這三大疾病呢 大家都知道說是國人常見疾病 可是我們有沒有從 基本從小的教育或是等等各方面來杜絕 為什麼國人的洗腎會是居高不下 這個已經是長久以來的問題了 那這個不是只是健保費的問題 而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疾病 為什麼會成為國人的一個高風險的疾病 原因出在哪裡 當然有一些是在預防保健方面的問題啦 也就是說我們的一些飲食啦 習慣啦或者是用藥的 的這個 用藥習慣藥物濫用等等的這些問題 所以這些應該是從根本上 照顧國人的健康開始 所以我們也提到說很多人在質疑說 那健保署或者是我們衛福部 針對會造成國人疾病的這些高熱量啊 或是高糖分的這些食品 未來是不是有可能會科增肥胖水 來做一個健保裁員的益助 或者是如何去教導國人健康飲食等等的部分 來去改善呢 那教導國民健康飲食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國民 國健署在負責的業務 他們其實也是在推動當中 所以就是雙管齊下嘛 就是說這些東西如何去減少 而不是逐年的增加 這部分照顧國人的健康才是根本 那如何去照顧我們都知道有這些問題 可是並沒有去改善 那另外呢大家也提到健保黑洞 其實一個很大的問題去年也爆發說 各大醫院福報健保費 這個是長年的問題 包括達文西手術 所產生各大醫院 在動刀的過程中可能福報或是高報 健保署呢好不容易去抓出了這些醫院 知名的什麼台北醫學院啊等等 林口長根等等 都有這樣子的狀況 這個才是最為民眾所詬病的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制度上的 這些過去福報健保費 一屆這些漏型沒有改變 可是現在拿民眾來開刀 我想民眾也不會接受 所以第一步 我們一屆的福報健保費的制度的亂象 這個部分為福報健保署如何去改變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是在規範上面 必須更明確一點 我想委員對於這個規範的部分的話 會非常理解 因為當時會出現 是規範的問題還是醫界裡面這種長期的漏血 他會認為 比方說剛剛委員舉的達文西這個 他會認為說他還是一個內視鏡的手術 只不過我用的器械是高價的器械 所以他在手術的部分他認為說 他可以去報這個內視鏡手術的健保給付 但是高價的這些器材部分跟病人收支費 但是我們的規範其實是說不可以這樣 你要就應該全部都是自費 這個當初的規範非常的明確 但是我們這些醫院們 卻用這樣子的方式 變相跟這些病人來收取 而且雙重收費的狀況之下 健保署現在如何去改革這個部分 來 那這些醫院現在有面臨檢調的追查嗎 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順重的進度 就是說我想 就是健保署的態度是這樣 對不合理的那個情況 我們一定力求改善 可是對不合法的話 我們一定會就是盡量會去追究這個必要的 一個法律的責任 那剛剛委員提到達文西的案子 理論上也是結案的 就是說那些各個醫療院所 當時對於我們的幾乎的那個內容 他不清楚 我們都已經有跟他們做溝通了 所以我想未來這一部分的弊端大概不見了 所以這個部分現在排除是不合法 朝向是不合理的方式來結案 是這樣嗎 對 這個是可以說他不合法的部分已經處理了 那不過不合理的部分 他就是把錢退回來 我們就已經合扣了 所以錢退回來就沒事嗎 對一般民眾來講 或是對整個制度來講 這可能涉嫌架實 對 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的台北地間 所以大家的態度就是說 如果醫界對於這樣長期腐爛 福報健保費甚至有詐欺行為 卻是輕輕放下的話 這個部分可能會一而再而三的重演 而這樣子的亂象 我所聽到的不只這一件 我懂 非常多 我想署長你也非常清楚 那如果以這樣子的狀況來講 這些黑洞沒有去改變 然後你現在先說要調講健保費 我覺得民眾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如何去針對各大醫院 這些福報健保費的狀況 榨取健保費的狀況 去做一個根本上的改革 可能也是當務之急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次長 使長 謝謝高原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小心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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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那個是上次都是跟誰通過 對 台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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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喂 黃妍 辦公室長 我會單位對著這個節目 對 台語 現在請報那個 就幫他列請教 看他那個應該 那個是 那個還在 那個是 那個還在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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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來 去 去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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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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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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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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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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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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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順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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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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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众来说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也知道說健保是很多國家都很羨慕的 也是我們可以說是台灣的驕傲 當然這麼好的制度我們就想說讓它可長可久 當然我們也知道因為少子化的關係 甚至於高齡社會的關係 甚至於我們有一些新藥的給付等等 所以我們的支出是越來越多 那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小英總統在今年就職典禮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強化健康防疫安全網 當然我認為這個安全網最重要的就是健保制度 要怎麼樣的穩固 所以小英總統他從第一次的刑期他有提到說 我們家父總守得的三代健保 納入這個醫療的證件裡面 當然四年來也沒有這個三代的健保在推動 當然三代的健保的基礎就是 家父總守得嘛 我們現在碰到這個安全準備金不足的時候 我們大家也知道110年可能不是照我們的報告的用氣 可能還是要付好幾百億看這樣的進度的話 所以說我們三代健保是不是就以家父總守得的這個基礎 還會不會繼續這樣子推動 當然我們也聽到我們部裡面有講說 可能提高部分的負擔啦 或者是要調高費力啦 但是就沒有提到說家父總守得 所以說 這次要改的話到底是三代還是二點五代啦 所以 等一下 有機會的話也請市長再回答一下 甚至於我們賴清德副總統 他在去年六月的時候 他應該是在總統初選的時候 他也有講過 我當了總統以後 我會推動第三代健保的改革 我還可以發展社會醫療產業 我最有資格等等啦 當然 雖然今天他不是當總統 至少他現在也是副總統啦 然後再深入一點談到健保的討論 我們就分這個收入面 跟這個支出面來談啦 就比較大一點的 譬如說36% 我們政府要提拨36%的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個健保要遠系 那個遠系的下去 當然就是開言截流啦 大家也知道調高費率 提高部份負擔 補充保費 公益採件等等 就是他的那個收入的來源 但是我是想建議說 我們要調高健保費率 以及提高部份負擔 從收入面來講 就是有關36%的這個部分 當然 我們政府是說 我有提拨到36% 但是許多付費者代表 以及學者專家的看法 他是認為說是沒有的 當然原因我想就是 出在我們健保法 第76條第一項的 澳資無款的這個 認定的問題上面啦 所以我建議要提高 費率以及部分的負擔 我請我們貴步 就先把我們政府 應繳納36%的這個 義務責任 說清楚講明白以後 我們再來 調整這個健保漲價的這個問題 再來說 路面裡面也還有 有關照這個 我之前也有提過 所謂的這個煙間 煙間的部分 從一開始的90%到70%到50% 主要還有一個5%的 補助經濟困難者之保險費用的5% 現在那個5%以前是 外加在那個50 煙間的50%以外 等於是55% 剛才講的那個5%現在是 含在那個煙間的50%裡面 所以原來的90 70 50 其實講起來現在只剩下45 90到45 你減了一半啦 所以說是不是我們還可以 建議貴步可以恢復 煙來的那個5% 甚至於我也想說 使用者付費的這個觀念 例如說煙 大家知道說 抽煙有愛身體健康 所以抽煙間我覺得也有道理 但是酒呢 酒 有人說適量飲酒 還可能有幫忙 有幫助身體的這個健康 但是 實際上也聽到那個廣告講 飲酒比較過量 所以我覺得說 你可以有煙間 是不是也可以有酒間 甚至於 實際上看電視 三高的問題 今天有幾個委員在講 好像多支出的洗腎 什麼糖尿病 口腔 實際上在講三高的問題 都講欠我們 欠我們說要 這個少糖 少鹽 少油 等等 是不是 糖還聽說是 現在來的解釋 好像 多支糖是一種 有點類似毒 當然是它不是毒品的這個意思 說多支糖也不是好的 所以說 這個糖啊 還是怎麼樣 也可以點什麼糖尖 來 來 挹注我們的 健保 甚至於我想說 使用者付費的這個 概念來講 我一直在想說 譬如說 交通違規的滑反 因為你交通違規就是 有可能造成車禍 你造成車禍 一定你就繼續送到醫院 你送到醫院 一定你就是用到健保 健保費 你不要違規的話就沒事 所以說 是不是交通違規的這個滑反裡面 也可以交給國家的 地方就不要了 交給國家的部分 也可以提拨一點 來益助我們的健保 這也是個人的一點意見 然後 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但是只是我的想法跟意見 就是每年我們在討論的 限制總額高低推估的 這個問題 我這邊也有這個 付費代表的這個 13個團體的這個意見 當然它主要也是說 由這個5%到2.907 調整為2.7%到2.158% 但是合不合理 我是不知道 意思就是說 這個%數只要1%的話 我們現在七八千億 1%的話 是七八十億 這樣的金額 所以說 這也請我們部裡面 好好的討論 考慮一下 當然我不是當醫生 我也沒有開醫院 我也不知道現在醫院 診所等等的收入 到底是怎麼樣 你說高的收入 你不要現在調 不要調這麼高 就讓大家 等於是我們要 要 繳的保費 不是很 比較不會這麼高嘛 當然你說 我們也不能讓醫院 還是診所說 呃 呃 賠錢經營不下去了 這是個人 呃 雖然我的時間到了 就請 呃 我們主席 是不是可以 呃 給我們的次長 給他一點時間 對我剛剛所講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 哪個地方 可以需要 要回答的 請 請次長 是好 那我簡單回答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有質問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有關於交付總所的這個部分 在過去的算的時候 其實如果費率是相相同或相近的話 那交付總所的跟現在的這個制度來講的話 就收入面來講並沒有增加多少 齁 那也就是說交付總所的其實在處理的問題是公平的問題 比這增加財源的問題還多啦 齁 那當然未來齁 齁 是不是要修法去把交付總所的納進來 這個可以再來討論 那部裡面現在正在算齁 齁 因為以前的數據是以前的數據 現在的數據的話 算起來看來怎麼樣齁 齁 那是不是值得去推動齁 齁 這個是一個問題 好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三十八 三十六趴政府負擔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原先的話其實是定義沒有那麼清楚啦齁 那現在齁 呃我們也是在こう種認證這邊的話也是我們在一個 suisse 就檢清齁這三十六趴的內容到底是怎麼樣 那未來如果是需要齁 就是說 做了調整之後的話 那假設說那個 呃 這個煙圈其實是5%那個時候是用在紓困 那現在仍然是納入在紓困 那原來在目前的話健保紓困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實際上用到的金額沒那麼高 所以當時才說在這一個今年裡面就把它放在一起去算 那剛剛委員有提到說不管是酒 那酒這個委員相當清楚 因為如果酒要做要喝酒捐的話會涉及到WTO的一些問題 那糖或者是交通法廣糖的部分的話是 它的徵收的部分的話到底是要就原料還是就產品還是就消費端去做這個課徵 這個可能都有課徵上面的一些技術的問題 可能需要財政部那邊去做一些評估 那交通法廣的這個部分這個需要到修法 那總而這個部分也就是說潔流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我們這一次在健保改革裡面會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部分的話詳細規劃再跟委員做報告 那個酒的部分當然有關到那個 那個國外的那個 如果是國產的酒呢 可能也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還是會有這個 還是會有這個 沒有關係 加護總所得 我個人的意見啦 其實原則上是使用者付費這樣的概念 其實交付守得也不是他的罪 他可能也是很努力讀書 求到很好的這個職務 薪水比較高 或者是他事業很打拼 他收入比較高 所以說這個也見仁見智啦 我也不過就是想說啊 小英總統有提過 賴副總統也有提過 我們是不是三代的會這樣子做而已 我們新的數字在再來試算之後的話 那當然在未來在處理健保的事務的時候會跟委員會報告 好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許議員 謝謝市長 接下來我們請張玉美委員尋答 張委員 請 主席好 好 有請市長 謝謝市長 請 今天我開始用這個有線麥克風就是說 要不跟我們的主席報告說 現在可能疫情快要過了 我們可以正常一點 先這樣做起啊 好 那我想 這個在這個COVID-19的疫情之下 這個改變了所有人的這個作息時間 我們在去年也許有做計劃 今年初也有做計劃 政府一樣 可是我們發現我們都是面目全非了嗎 因為 計劃改不了變化對嗎 市長 要看什麼 要看什麼樣的計劃 就是包括我們 我們個人計劃公司 怎麼經營或怎麼政府要怎麼樣推動這些的衛生政策 因為COVID-19來 你當然改變 有沒有改變 所以我要跟我們的次長來討論一下 我們看下一張 你看這是我在這個上個月在台大EMBA的一個演講 那我講的就是疫情改變了 改變了 疫情下的衝擊啦 好那我就把它這個做一些整理 就是在不管在新聞你看我們都用電子媒體 對不對 購物啊等等 就是送到家 還有呢空間呢就是要有什麼社交距離等等 好我們看下一張 還有呢這個當然改變了世界 然後呢有一些城市大腦 所謂城市大腦就是我們部長不是頒布了什麼細胞簡訊 這哪裡可去哪裡不可去 那我們的署長都在這啊 就是健保署長都在這 所有的醫療公共衛生體系覆蓋之下 我們的健康都受到保障 所以我們的防疫呢 有在這個在世界上看得到我們防疫做得很好 那我們用用了很好的台灣的這個本來就在以前 30年前的科技發揮得很好 互聯網 然後告訴我們這個哪裡呢 這個有多少疫情 哪些國家多少疫情哪些地方是危險地帶 紅色地帶綠色地帶等等 這都是互聯網的發揮 我想在這個疫情之中呢 我們科技跟醫療結合的 我認為是非常透徹的啊 那疫情下的互聯網生活能看 居家簡易我們有這個電子圍儀就是他如果出來 我們就知道他跑出來了 安全對我們所有人民的安全做保障 還有外賣啊 這些我們盡量請他用那個Uber 這個用那個不要用現金 外送商機 我建議他做這個這個網劇的這個音樂分享 涉及升級的相關這個方式呢 好謝謝委員 那委員問的問題其實是 這一個非常廣的一個問題啦 那簡單來講的話就在疫情影響之下 我們如果是要調整過一個所謂的防疫的新生活 而且是要把這個新生活是要把防疫的觀念帶進來的時候 勢必會影響到的就是人跟人直接的交往會降低 對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就必須要去盤點哪一些活動是可以容許 這樣子的人跟人交往之間是降低的 哪一些仍然是沒有辦法去避免的 好那如果在醫療服務的活動這個部分的話 那就是要往這方面去做 遠距醫療 遠距醫療可以用在問診 在某一些疾病的診查方面的話 科技上面的進展可以讓這個影像 或者一些生理的監測的這些資訊 是可以用遠距來傳輸的 這個可以做到 但是像手術直接的處置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沒有辦法做得到 因為他仍然必須人跟人直接的 科技不能取代一定要用人的照顧 所以這方面就要去做一些盤點 那哪一些是可以用這樣的科技的方式來做取代的 好謝謝次長 我覺得次長就很了解了 就是什麼是可以科技取代 什麼一定要人服務的 好我們看下一張 我很榮幸跟高鴻安 高鴻安委員 她是我學妹 我們兩個都是李傑教授的學生 李傑 美國那個大數據專家 工業4.0專家 我們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認識的高鴻安 我們是李傑教授學生 李傑就是 這個美國大數據專家 她呢 早就講到了 其實每一個行業 就像醫療 你可以 你的蛋黃 就是醫療 醫療可以發展 醫療為核心可以發展 跟大數據AI創新服務 還有跟學校 這學校寫的比較少 寫等等等 很多都可以結合的 還有科技公司 成為一個這個蛋白 蛋黃是 我現在問衛福部 蛋黃就是醫療嘛 對不對 以蛋黃呢 醫療為核心 今天的蛋白 你可以肩很大 你可以很多的行業 可以跟你一起合作 互聯起來 我們看下一張 所以呢你看 這個2018的時候呢 我們的蔡英文政府 就開始辦了 醫療科技展 以前叫生技展 生技就是很多 還沒發展出來的 那個民眾去看 覺得看不懂 好 科技展就是 你呢 確定你受到什麼樣 醫療服務 他跟生同感受 所以 這個這張是去年的 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呢 醫療院所 我們可以發展 怎樣 照顧中心 居家職能 護理之家 所有的 所謂的 醫療合一 醫療一條龍 這就是 這個次長 你知道嗎 貴衛福部早就在做 這個 這個互聯網 只是 我不曉得 我們衛福部 為什麼 不 把這個 結合起來觀念 多說出來 你們有做事 就像現在的 防疫做得很好 那是因為防疫世界看得到 有些看不到的呢 好 所以我覺得 我建議 次長 醫療合一 老年化是潮流 對不對 是 老年化是國際化的 因為 歐美國家先老人化 老人化是科技化的 因為要用互聯網 要用互聯網 老年化是 Industry 產業化的 所以這個 老人產業 老人科學產業 它是一個 這個 可以發揮跟醫療結合的次長 是嗎 當然 這一個部分的話 因為 老人的照顧 還有另外一些特色 譬如說 他的活動的能力跟活動範圍是相對年輕人是比較小的 對 然後他需要受到 更需要科技化 對 他需要照顧的強度是比較高的 就需要更多或更intensive的這種照顧 所以在這方面的話 從這個品質方面 或者是可進性方面的話 都可以藉由科技來進去 市長不好意思 答案 我先講最後 健保 健保 我們知道 去年就開始少了 幾百億 336億 對不對 那這個 健保失衡呢 這個是 這個政府啦 不管 政府跟 衛福部的 必須要重視它的 我要講的是 你知道我們在健保支出嗎 在健保支出 佔你GDP的比例嗎 我以前比較用OECD OECD是只有30幾個國家 IMD就是超過40個國家 所以 我們在瑞士IMD的評比裡面 這個我們的健保給付支出 是佔著全世界第40名 第40名 這個 很有意思啊 這個圖表告訴你說 我們醫療品質這麼好對不對 可是你 你只佔了GDP的6個percent 美國 17個percent 那我們不到他一半對不對 好 看下面一張 下面一張竟然說 是 這個都是正確數據 竟然 我們是 台灣醫療品質 剛剛市長講可靜性 我才趕快放 可靜性 一般認為是競爭的競 對不對 這個競就說很容易接近 就很容易取得的意思 那個理書長在這邊對不對 健保 剛剛我聽到那個委員有提到 這個我們的那個廖委員有提到 他說這個 這個我們有一個有醫師告訴他說 要安排好要健保申報好才有對不對 其實 那個是時間性啊 要先跟他申報 有些要報備可以開的 但是都是健保給付對不對 所以叫做可靜性 取得非常容易 你看我們站在 我們的象限多好 第一象限最優的 最棒的象限 品質好 醫療負擔 第一就是GDP 你面臨你 你站的很少 你覺得這樣子 署長我要請教你 GDP站這麼少 可靜性世界第三亞洲第一 你怎麼對得起我們醫療的從業人員呢 好 報告委員我想 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啦 因為我是覺得 我們像這次疫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台灣的醫療體系的同能 付出的代價很大 那我當然是說 整個一個目前的支出 那怎麼去做一個最合理的一個 這個再分配的話是很重要 那當然就說 這個就是我們佔GDP的多或少 其實這個也是不同的國家 這進步國家的象徵耶 美國是17 對不對 我們不要公然說這話 我覺得這位章我來看 這位章最重要 好 我們蔡英文政府都說 打國家隊 我們的醫療是打國家隊 事實上 讓我們多麼有成就感 我們的防疫做得多好 是不是 可是呢 醫療品質可盡性世界第三 醫療人員的努力付出 他世界第三 拿到很少的收穫收入 邱醫師在這邊 他一定會說出告訴你診所 他們收入不好 減少等等 他們的資料 犧牲了他們 他們應該 救人救命 他的薪資應該 合理的薪資 讓我們世界排名 讓我們競爭力 品質世界第三 可是我們GDP支出是世界第40名 請問你 我要跟蔡英文政府說 我們能打國家隊嗎 我們能打世界杯嗎 我們如何建立大健康科技島 全世界最棒的30年前的科技發展在台灣 全世界最好的醫療照護也在台灣 照理說應該我們可以共打大健康科技島 可是我們能嗎 市長 全民健保在台灣是台灣人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以及是我們的驕傲 那當然在整個的這個架構之下 我們現在面對疫情其實相當擔心的一塊就是 我們的那個備載的存量是不太夠的 也就是說能夠在應付大的壓力之下 能夠調用的人力是可能是有一點不足的 所以未來在健保改革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必須把這個放到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要讓我們醫療院所 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人力 應付像疫情或者災難 這樣臨時增加的 這個是量能啦 碰到大疫情量能我知道 我們全民健保世界你看嘛 第三嘛就是沒問題 我們已經站著世界排名第三 我要講的是 並不是說 一定要增加你健保支出等等 是我們要關心這些醫療人員 就像疫情中 我們一直說 你很棒 這個 拜託了無辣 四處吃了 也要這個心理上的真正的謝謝 他們真的冒著這個防疫的危險 然後呢他們拿到很少的收入 我們 我是替他們講話 我們應該在真正關心他們 我們才能打世界盃 我們一定能打世界盃 所以 最好的意思 其實你看台大的 都是 都是那個什麼滿級分很高的 這麼優秀的人才 是不是 我們讓他 更能夠相信我們的政府 關心他們 他們有能力 一起來打世界盃的 是 所以我們整個健保的改革 這個方向 一定要把它拿進來 對 該改革 好 謝謝 非常謝謝張委員 謝謝 關心我的生計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好 我們關心的是人民的健康 謝謝 好 我們等一下 那個 呃 臨時提案 我們是不是在林德福委員 尋打完了以後來處理 好 那我們還沒有完成的 就趕快完成 好 非常謝謝 那好 我們接下來請 蔣萬安委員尋打 蔣萬安請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請薛次長 薛次長請 委員好 次長好 我想今天 有可能是我們這個會期 最後一次 衛環委員會的質詢 因為我們一三一次會 星期四我們主席排的考察 那我想 先請教次長 因為在這個會期 我們外環委員會 看到陳時中部長的次數很少 所以想請教次長 我們 阿中部長 什麼時候會再回到立法院 衛環委員會來備詢 因為其實大家都很想念他 是的 我們會跟部長報告 就說 那衛環委員會的委員會長 想念他 希望他有機會 再過 因為我們其實有很多議題 想要請教 阿中部長 因為包括他提出來 健保財務的改善 包括 逐步 怎麼樣解封等等 都想聽聽部長的意見 因為 我們看到部長也到墾丁去 但是在這會期 我們衛環委員會 幾乎沒有看到部長 他肯定是假日去的 對 那我希望說 當疫情逐漸趨緩 終究 衛福部有非常多的議題 我們希望 能夠聽聽部長的建議 所以希望 當然這個會期即將結束 那下個會期 我們希望在衛環委員會 還是能夠 請部長來 能夠聽聽他對於健保財務改善 具體的做法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請次長忠實的轉答 好 我一定會 跟部長報告 好 那次長接下來 我想 現階段 當然在紓困的部分 民眾還是有很多的疑問 因為包括之前 關於衛福部的疾難紓困方案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問到 你們編列公務預算7800保安 是非常 少 不夠 所以後來緊急爭取了20億 作為極端紓困之用 那當時 這個20億 你們希望涵蓋的人數是多少 我是不是請我們副司長來 跟委員報告 當時7800萬是追加 那個特別預算的部分 那後來再增加20億 是當時我們預估在 全家收入平均在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下 大概是10萬人左右的預估 對 所以你們那時候包括 希望照顧到18萬吧 第一次這20萬是10萬 10萬人 10萬人 對 所以追加的20億 是要只照顧10萬人 是嗎 當時預估了 是不是 好 沒有關係 對 當時因為你們有設定標準 還有一些資格 那現在事實上 各縣市政府已經反映 他們發出去了已經差不多七八成 我這邊有一個統計表 包括新北 新竹 高雄 南投 彰化 大概以使用撥付經費的比例 八成三 七成六 大概都有七八成 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已經反映 不夠了 但是還是很多每天都有民眾來排隊 申請金額紓困 所以這部分 衛福部要 接下來 你們是要繼續追加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目前累計撥付到各個縣市 那的金額是已經到達28億 已經撥下去了 到各個縣市政府 縣市政府那邊到5月22日 那已經核定的金額是16億 全部是16億 那當然 因為每個縣市不一樣 他的人數是不同的 所以有一些縣市的確我們撥給他的可能 他已經用完了 那這部分他們包括我們還是 目前在跟行政院那邊在爭取當中 還要再爭取 因為 陳松部長有說會再向行政院爭取45億 45億是總共的金額 總共金額 所以你們撥了28億嘛 對不對 現在 目前撥出去28億 今天還會再撥6億 對不對 那等於是 今天要再6億出去 所以大概加起來就會34億 好 我就想請問啦 因為 當時我就問說你們 希望 說追加的20億涵蓋10萬人 我就問說夠不夠 你們當時預估 準不準確 那現在很顯然 又不夠嘛 所以陳松部長才會說要再追加 對不對 追加到 45億 那我就要問了 你先追加到45億 那你原本涵蓋這10萬人 你的標準 申請的資格沒有變啊 那你們把哪些人涵蓋進來 沒有 可能原先的估計還是有點落差啦 那當然後面還需要再進一步去做集合 那以現在來看的話 我們已經累計齁 核定的案件數 就已經差不多15萬人了啦 15萬人嘛 對 所以我要講的問題就是 次長有剛剛講 你們的預估有落差 直白講就是不夠精確 或者是說 你們等於是想到哪 做到哪 比如說現在我就請教次長 你現在追加到45億 你可能涵蓋又更多的人 比如說你們原本預估10萬人 現在說已經發給15萬人 那接下來你要涵蓋多少人 經費夠不夠 充裕不充裕 還是接下來還要再追加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現在擴大給的這一些對象 事實上都是一個比較困難的 但是沒有在我們過去的體系裡面的人 所以基本資料並沒有的 好那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因為他們來申請的時候 我們都是要他去 需要他去證明說他 收入沒有達到多少 他存款沒有達到多少 等等這一些 要證明沒有很困難 那要證明有比較容易一點 所以當這些 這些申請者進來的時候 反而是政府機關要去證明他沒有 那我們就要去套各種的資料進來 才能夠去做機查 但是這樣子都會 延遲了這個民眾他的紓困的需要 所以現在的階段變成就是說 民眾進來我們初步 那一個簡單的這個篩選之後的話 那由他來簽這個切結書 這樣子的一個作用程序 那後續還是會有集合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像 目前累計各縣市的受理的案件 已經達到28萬件 但是我剛剛報告過 累計已經核定出去的是15萬人 15萬人 對 那這還沒有核定出去 或者是被撥毀 加起來大概是有13萬 那這些案件真的還要繼續在處理當中 我想要跟市長反映 因為當時有所謂的紓困之亂 後來中央也進來協助 你們也建置了弱勢依關懷系統 也就讓第一線公所的人員 他可以將相關的資料 key in這系統裡面 很快跑出來 他到底符不符合資格 可以請領多少 那既然你們有這個系統 那你們就可以很精確事先掌握 有多少人符合你們規 你們所訂定的標準跟請領資格 對不對 然後根據這個符合資格的人數 你就可以空一筆預算 而不是一直追加一直追加 然後當你的請領資格 標準沒有變 可是你實際可以請領疾難 紓困人數卻不斷增加 所以讓我們立法院 我們要監督啊 我們會懷疑這個到底 你們怎麼估算出來 既然你們有那麼精算的系統 為什麼還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想提醒市長 還是要謹慎的評估 跟預估相關的人數 跟匡列這樣的經費 而不是一再追加 然後放寬請領人數 是 否則讓民眾無所适從 到底哪些人符合資格 哪些不符合 或許我一開始看到 政府公布的相關標準 我不符合 但為什麼我鄰居 後來又可以 這會造成地方非常的混亂 所以這點我要提醒 市長 在這件事情上面 如果沒有你們很清楚的標準 或框降的人數 問題會層出不窮 是 好接下來另外一個問題 也是民眾跟我反應 也就是實際第一線 低收入戶 他們在申請紓困補償金的時候 承辦人員會跟他講 有可能影響到他的低收入戶資格 這一點 是不是可以請市長 在這邊公開的 清楚的告訴民眾 到底低收入戶 他申請紓困補償金 會不會影響到低收入戶資格 我先請我們副市長 來副市長 來副市長 跟委員報告 就是以這一次極難紓困的這個申請 如果民眾 他現在是低或中低收入戶 不會影響他的 申請的一個資格 不會 對不對 現在對這個極難紓困而言 不會影響 那我們會把他每個月領的錢 記入他的全家的收入 看看他是否超過了 就是全家平均1.5倍 或是2倍的一個範圍 那比較有可能 我們公首會提醒這個申請的民眾的部分是 因為他來申請的時候 他是聲稱 他是本來有在工作 受到疫情的影響 工作減少或沒有工作 那在低跟中低收入申請審查的過程裡面 我們每一年都會做總清查 也就是說有一些民眾 他在剛開始申請的時候 他是說 我是沒有工作能力的人 比方說65歲以上 或是身心障礙者 或是照顧小孩子的成人 那所以當明年 今年底我們在進行複查的時候 這個公首人就會想到 你可能在5月的時候 你來申請這個 你是說你有工作 所以這個時候對這個民眾 他是否具有工作能力 我們會再做一個重新的評估 好 那但是我要問的是 當他現在5、6月份 請領到了紓困補償金 那你們之後複捨的時候 會把他列入所得嗎 還是不會 原則上 依照的社會救助法是不列入 因為他社會救助的給付 確定 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可能再補充說明清楚一點 這一次紓困的這個金額 不會列入他的收入 但是因為他要符合紓困的資格的時候 他要講說他原來有工作 因為疫情影響所以沒有工作 所以他需要紓困 這個時候他說原來有工作 這件事情在未來審查 他的低收資格的時候 可能會被要求去解釋 我知道 但是想要先確定啦 就是說 他如果符合資格請領到了 因為譬如說地零類 是全戶均無收入喔 那萬一最後你們審定的時候 認為他請領的這個紓困補償金 並入他的收入 那他就不符合地零類的資格 他們想要確定他去請領符合資格 實際拿到 但是不要影響我低收入的資格 因為他們實際去領以後 工作人員有私下提醒他 有可能會影響 造成他們不敢請領了 所以他們很疑惑 因為中央的宣誓是告訴他們 他們不會列入收入 然後不會影響他的低收資格 但是 實際面臨到的問題是 被告知有可能被影響 所以這一點是不是請次長 再很清楚的做一個宣誓 好 這一次來申請紓困的這個金額 不會列入他的收入去判斷他事 那也希望說中央能夠再很清楚的發公文 給第一線的公所或承辦人員 他們了解 怎麼樣來告訴秦領的人 是 那但是他要宣稱說他原來有收入 現在因為疫情沒有工作 那現在因為疫情沒有工作 所以他沒有了收入 這件事情請他在申請的時候必須要考量一下 因為未來 比方說明年重新再核定他的中央收的資格分類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有影響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民眾是根據事實來申請 那不管是中立收入的資格或者是這一次的失困 那我再補充問一個 所以基本上因為你們申請 疏困補助金是他要有工作 而受疫情影響 收入減少或沒有工作了 可以符合請領疏困補償金的資格 那等於剛剛我講到 比如說對於低收入也許零類的 他們沒有工作 所以在你們的認定標準裡面 他不會受影響 因為本來沒有工作 不會受影響 所以他就不符合你們申請疏困補助金的資格 是這樣嗎 嚴格來講低零類的話基本上不應該 因為他全戶都沒有收入 所以不會說因為疫情影響而更沒有收入 我知道衛福部的想法 但是我一直對這一點 打一個問號 難道真的是不會受疫情影響嗎 對於零類的 就是他本身沒有工作 這一點你們要考量清楚 因為有可能過去長期接濟他的人 有影響 但現在突然中斷 那個是接濟不算是收入 沒有我說對他 他就會受影響低零類的 所以這些你們也要思考 因為等於現在你們把他排除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要很謹慎 我提出來還是要提醒衛福部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監委員 謝謝市長 接下來我們請楊耀委員 請大人 楊耀委員請 好 謝謝主席 請請請請測 甭市長 志長 市長 我們 我們這次的疫情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公務體系的健全 那也讓國人同胞感受到健保制度的可親性 還有整體的對國人的保障 這個大概很難得啦 不過也因為這次的疫情 所以讓我們意識到健保的財務問題 這個健保的財務問題確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請教一下兩位 就是說台灣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老人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 然後呢出生率越來越少 也就是說繳的人繳保費的人少了 可是因為老人佔健保給付的額度 算是相對非常高的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目前是採隨收隨付 因為健保他畢竟跟其他年金比較不一樣 他就是現在的人繳 那現在的人使用 這個隨收隨付是合理的 可是隨收隨付總是必須要有一定的準備基金 目前我們是大概 準備多少 目前還剩1600億 1600億 1600億假如說 萬一我說假設 都沒有人繳 1600億 三個月 那其實算是我個人的看法啦 我覺得可能不大夠 可能不大夠 那1600億 假如不夠 你們目前的想法是怎麼樣 可能還是先從 考慮保費的調整啦 因為目前的1600億 那撐過今年到明年底 可能就用完 到明年底就用完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到明年底 幾乎就是每個月都是支出大於收入 可以這樣說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會預估說 這1600億 會在大概20個月用完嘛 是 好那現在你們的想法是怎麼樣 市長回答也可以 署長回答也可以 我想 首先考慮的是調整保費的費率 那因為目前在法定的 這個標準底下的話 那我們還是 現在是4.69嘛 那4.69的這個費率來講的話 其實在104還是零幾年 有調整過一次是從比較高的費率 把它調整下來 應該是105年的時候 就調降下來 所以既然我們現在的制度叫做收支聯動制度 那時候調降的理由就是說 你的安全準備就有那麼多 所以就費率就比較少 現在安全準備不夠了 那這個機制應該就是可以往上來調 105年調的時候是 是一般保費跟補充保費同時 同時調嘛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的規 目前 是一般保費跟補充保費都會同時做調整 對應該都會 是不是 應該都會 應該都會 大概會 會 會調 調整的幅度 現在當然還在算 那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有做調整的話 那到底我們 所拉的 假設的 在未來 幾年的支出 對 就是說你要量多長 從那麼 久的時間 那個來算一個所謂的均衡費率 就是 除了我們是要 預估 多少年 對 我們還必須要預估 到底準備金是不是要往上大 沒有 跟委員報告 這就是均衡費率 就是說 我們預估了這麼多年 但是我們知道因為人口結構的變化 所以它的曲線 那個費用會一直往上升嘛 原則上可能會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個年度裡面 我們要算一個平均的費率 在平均的費率之下的話 前面的年度會有剩餘 這就是安全準備 所謂安全準備就是 後面到某一年之後的話 就會每年都要虧 就會不足 那就要原來的剩餘的來補 所以到了那個 比方說十年 那就是十年的均衡費率 那我們就是要抓這十年 保費怎麼調 目前有沒有想法 當然要算 那需要精算才能夠出來 對 提高就醫部分負擔是一個方向 提高部分負擔的部分其實跟我們報告 那事實上就是 他的主要的目的是在避免浪費 對 第二個就是促進這個分級醫療 對 所以如果把分級醫療做好的話 那因為大家宣到基層去看命有需要的話再轉診 這個時候的部分負擔不會增加 就是有轉診單的 就不會 就不會部分負擔就不會增加 所以對於整個健保的保費的收入的結構來講 差別不大啦 如果大家乖乖的轉診 就變成是你沒有說多收那個部分負擔嘛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部分負擔這個手段對於健保財務的改善來講 他能夠貢獻的並沒有那麼大啦 有限 有限 主要是在那個減少 有限的部分是我們 我們是建立在分級醫療制度落實的情況 對對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就是 你假如直接到區醫院或者醫學中心去 去直接去門診 他的部分負擔就已經比較高了嘛 我們現在是定額的 當然本來就是在這一個部分負擔就已經比較高 其實這是 非轉診直接到醫學中心的本來就比較高嗎 對 直接去就醫的 對不對 所以 因為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制度 不過 這個對於台灣人來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在疫情的 的末端 末端之間 我覺得 衛福部健保署這邊應該要多花一些心力 把這個健保制度 能夠 能夠讓他 我們 不敢說可長可久啦 可是就是在 可以預期的一定年限 像次長剛剛講的 一定年限裡面 我們把他的財務 健全好 好不好 是 這 健保一定要可長可久 對 它是台灣人生命的一部分 我 制度上 可長可久啦 我實在是 你們在 預估未來的財 財 財務狀況啦 不可能說你一次完 當然 最後一個問題 讓次長跟 跟署長 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很常遇到 很常遇到 遇到 遇到 遇到陳情案 就是 臨床的 的 醫師 用藥的判斷 這有關健保 健保局部的部分 跟審查醫師 之間的落差 這個造成大家很大的困擾 就是說 從 從 病人的角度來看 一定是臨床醫師比較受到 病患的信賴 這個第一 我們 我們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臨床醫師 在 判斷 用藥 會比 會比 一般書面審查的醫師 更精準 嗯 可是 裁判權卻在 審查醫師上 這個 這個我現在可能在 在這邊也 也就不讓你們回答 你們 你們回去 因為你們有徵審制度啦 所以這個 對 我知道 就是因為有審查制度嘛 可是審查制度就是造成 造成 書面審查的 的醫生 的權力 大於 臨床醫師 這個在制度上 可能本來就必須要這樣 但是我們有 上屬的 制度 沒有啦 沒有啦 上屬就差不多這樣啦 我不是說這個制度不行 因為 總是要有人把關嘛 對 這樣子健保的財務才會健全嘛 是 我現在是說要求你們回去 就是做 做 做一定的 研究 跟審查醫師 還有 一般的醫師 看看 兩者怎麼取得平衡 是 要不然對 有一些 有一些 病人 他其實對 臨床醫師的 信賴感 是很夠的 啊這個很可貴喔 就是說 很可貴 可是 可是臨床醫師 是直接在看診的醫師 覺得應該用這種藥 是 可是審查卻沒有辦法給付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 我並不是說 你們什麼都應該要 要給付 我只是說 欸 看要怎麼建立一個溝通 溝通善良 然後 欸溝通良好 然後讓 讓 病患 可以 取得 諒解的方式 好不好 當然這 這 這就像 這個問題 搞不好 比 比健保 財務的 的 健全 改革方案 更困難 可是麻煩 回去還是要建立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好 謝謝楊偉 謝謝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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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宣布了 齁 林特務委員尋審檔完以後 我們就處理我們的 理事提案 齁 那是不是 我們接下來請 林特務委員尋審檔 林委員請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 是不是請那個薛市長 薛市長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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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目前大概2.9個月 齁 安全準備到1600億 但是 那是到現在 到今年底 然後再經過明年一年 到明年底的時候 這些就沒了 就會用完 因為我們每個月 到明年底 要是沒有調帳 這1600億就 就後 明年還可以支撐啦 齁 每個月差不多都 買那是多少 欸 就是 比我們腳的 超出多少 就是 一年大概 一年目前大概是付 多少 每個月啊 每個月 平均啊 因為你說1600億大概可以 二十個月嘛 是不是 那等於是說每個月 大概赤字都是八十億以上 大概會有一些 撐吃啦 以目前當然是以一百零九 人來看的話 一月就要少得比較少 只有負一點四 然後 疫情的關係嘛 很多人沒有去嘛 沒有啊 那個 三月的時候 疫情更厲害的時候 負的更多 過去的平均大概一個月是 赤字都多少 一年的話 以去年來講 總共是三百多億的赤字吧 所以大概平均下來 一年的話 將近 每個月三十十億 三十億 那你有沒有 這個規劃說 大概調帳的時間 時間表 還有調帳的方案是什麼 調帳的方案 目前可能還要在 研議當中 然後要跟各界來做討論 市長 因為 當然這段時間 陳部長 在整個防疫裡面 他是有受到 有一些肯定 包括楊智良部長 對他說 這次要是不做的話 可能啊 這個將來 這個 要再找 我看也是很難 但是 其實 要調帳 要有很多的考量 因為 第一個 很多民眾 齁 現在 需要紓困的狀態 而且 你要是 這個過高的帳幅 難道 第一個 會不會帶動整個物價的上漲 甚至於阻礙到 明年度啊 基本工資 的調帳 齁 那這樣會不會引發民怨 那個市長你的幹話呢 這些都必須要列入考量 齁 就是說要 當然健保費率要調 這些因素都會列入考量 因為齁 那個 薛市長 調帳健保必須審慎評估 那尤其在醫療的節流 以及改革 我想這方面也不能忽略 那當然 當然 因為這個 調帳健保費率是從收入面去做考量 當然一定會需要有配套的支出面的一些控管 市長 因為齁 這個 健保費率 要量能互費 也就是就診的次數 高的民眾 逐步調高健保的支付額 那本席相信啊 這是一個利益良善的政策 但是也提醒衛福部 不要忘了有許多 未列入重大傷病罕見的嚴重疾病患者 那他們本來就需要經常就醫 而且他們的疾病 可能是家中重大的一個經濟負擔 那如果 挑戰他們保費的支付額 恐怕他們 搶職在會變成雪上加霜 而且 也要避免民眾 為了 怕 過多的這個醫療費用 小病啊 他就 開始忍 啊 忍到最後變成大病 反而造成 整個醫療體系啊 更大的一個負擔 這都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那本席是希望說 為何不要忘記 整個健保制度 成立的公平性 以及 他救助關懷 弱勢的一個本意 那調整保費 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 其實健保制度的改革 以及配套 落實分級醫療 保障醫事人員 勞動權 權利啊 更是現在健保 應該 比較核心的問題 那個 市長你有什麼看法 好 那 剛剛委員提到了 提高部分負擔 對高診次的提高部分負擔 那個只是 其中一個可能的選項而已 那如果真的要做 當然會有許多必須要去 調整的 那 哪些現象 哪一些特別的狀況 不是認為要把那個配套 一併提出來 是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整套的來做處理 你不要說 像上次那個 我們啊 這個 就是有關於這個 勞動的一些改革 改到最後一改二改 其實勞資 都在萬壇 認為說政府這樣越改 讓他們越難做 資方也罵 老王也罵 不過這裡是一個最基本的就是 如同我剛剛提到的 健保已經是台灣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我知道 我是肯定的 大家都非常珍惜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因為 所以從這裡面我們再來著想 他這個其實健保 是在以前我當市長的時候 葉金川第一張的金卡 是花給永和啊 一個 一百歲的人類 我跟他一道去 就是 健保卡 那我在最後一個議題 那個 薛市長 因為 最近疫情的影響 上個月醫院啊 診療 診所 的門診減少了差不多五百萬的人次 但是健保資料也顯示 死亡人數啊 跟往年啊 沒有什麼差異 那可見國人常跑醫院啊 無效的醫療的狀況 講實在話 是很嚴重 那衛福部有什麼辦法來減少不必要的醫療浪費 這部分當然所謂的不必要的醫療浪費 還是必須要去做定義啦 不過剛剛委員提到的是死亡人數嘛 但是醫療並沒有只有處理那個要死的人而已 其實生病的人是佔其中的病痛 這方面是更多啦 所以光是用藥的死亡人數沒有差別的話 也難以判斷說 這樣子就表示說無效的那個不必要的醫療 因為喔 要多宣導 而且齁在疫情趨緩後 能不能真正去改變國人啊 就醫的行為 齁 因為就像嘉義長庚醫院 就指出啊 最近看診人數有回升到百分之七 恐怕很快又回到過去那個樣子 那衛福部還是要去落實 健保推動分級醫療啊 減少國人總是往大醫院跑的習慣 只能啊 不能說 只有在這個傳染病盛行的時候才減少不迫切的醫療需求 那另外國人看診領藥不使用而丟棄的藥品 每年啊都是以頓來計算 那衛福部有沒有什麼措施來減少藥品的浪費 你們有沒有什麼做法 所以我們都會一併在健保制度改革裡面會一併來做考量啦 我是希望說 從現在要從醫療端的上 醫療端上的一個管理 那衛福部是不是也考量從 病患端這邊也做出 有一些控管 沒有錯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也是會在考慮當中 是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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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致長 好我們接下來處理 臨時提案 共有八案 我想我還是宣布一下 那個處理 我們中午 在 是不是有建議在無疫情委員 來的 新台 因為你來了嘛 以後我們休息20分鐘給大家吃飯 因為後面看起來還是有一些 委員 應該會來巡打 所以 我們吃 大概在 無疫情委員巡打以後 休息20分鐘吃飯 然後接下來再開始 30分 30分 這樣慢慢補 感謝感謝 感謝大家辛苦了 好我們來處理那個臨時提案 等疫區 等疫區歸國之民眾 就醫時高達65% 事先到基層診所 顯境基層診所在 防疫第一線的重要 二 防疫體系 若沒有將基層 醫師融入 醫療體系 將很快就無法附和 衛福部應在分級 醫療架構下 規劃能在社區分流之 防疫體系 提案能委員邱太元 連署人委員徐志榮和建國 第二案 目前病人自主全立法及安寧緩和醫療之 推動能面臨許多困境 原請衛福部於一個月內 針對以下書面 提出書面報告 一 安寧共造室辦至一百年開辦至今已超過九年 因正式納入健保給付 二 現今健保給付對於安寧醫療能僅限於醫護社 缺乏多元團隊成員 然以達成身心的整體性生命品質提升 三 安寧療戶在門診部分之給付明顯偏低 在居家照護亦不足以反映其複雜性與療務支出 相關給付應在檢討 四 主管機關除應整體檢視國家安寧療戶計畫 也應檢討人才之培訓任用和發展 五 許多能積極促使並能緩解痛苦和推動在宅善中之 止痛管制藥物 食藥署對其取得之規定 應依據國際間的發展 應盡速邀請相關學會檢討 提案人委員邱太元 年屬人委員徐志榮和建國 第三案 有介於健保安全準備經持續填補每年健保短處 經查指示藥品食物上能有不小數目由健保基金給付 以健保法第五十一條規範之內容有為 原促請健保署研議指示藥品之檢討改善計畫 於一個月內提交書面報告 提案人委員王婉鈺、廖婉魯、徐志榮 第四案 為提供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醫療照護之醫事人員補助津貼及獎勵 衛生福利部定有執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 獎勵要點第四點第四款第三目 雇人規定應分配至少一千元之檢驗費用於檢驗相關人員 但對於有實際進行COVID-19檢測之非指定檢驗機構內檢驗相關人員 則為與其相應之獎勵 於公平上有欠妥當 原要求衛生福利部 依上海議指禁數修正獎勵要點或申請作業需之 並於一個月內發布統體績效獎金之相關辦法 以落實激勵與肯定疫情期間 醫事人員及醫療機構付出之制度初衷 提案的委員張玉美、吳施淮、廖婉魯、徐志榮、蔣萬安 第五案恆春旅遊醫院是屏東最重要的醫療資源之一 然而恆春醫院新建大樓卻遲遲未完成招標發包 嚴重傷害恆春居民的醫療權益 恆春醫院新建大樓已四次流標 為確保嚴重招標 為確保恆春居民確實享有完善的醫療照顧 要求衛福部不得再次減相招標 若第五次招標能流標 應保留預算於110年增略預算 讓恆春醫院能順利發包完成醫院的興建 第二人委員廖婉魯、張玉美、徐志榮、蔣萬安 第六案建請衛福部應律一個月內 嚴尼健保虧損原因依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多餓 醫療資源等浪費三、藥價、黑洞四、詐領健保費等改善方案 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以讓健保財務名永續穩健 提案委員廖婉魯、徐志榮、張玉美、蔣萬安 第七案建請衛福部應律一個月內 嚴尼健保醫療支出前三大疾病 衛福部該如何進行宣導和預防教育 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以讓健保財務名永續穩健 提案委員廖婉魯、徐志榮、張玉美 第八案有鑑於武漢肺炎期間 許多機構可能會醫衛生福利部 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影響醫療室機構事業 產業補償紓困辦法 申請紓困貸款 衛福部應針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 第七項第十二款第二目五年內清償貸款 還款計畫進行修正 予以廢除該規定 以避免因紓困貸款財務限困機構 如果無法依該作業要點申請補助 提案能委員徐志榮、楊耀、邱泰元、吳玉琴 訓斷完畢 謝謝 請問第一案行政黨隊有沒有意見 好 那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我們就照案通過 請問第二案有沒有意見 好 謝謝 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照案通過 請問第三案 第三案我可不可以跟王委員建立一下 可不可以在為此原提案促請健保署 你現在研議指示 研議指示藥品質檢討改善計畫 可不可以加上說 健保署在維護民眾醫療品質及可盡性的原則下 研議 這樣對民眾來講 他在以後衛生署在分析的時候 他會站在比較民眾醫療品質 更可盡性 這樣 這樣行政黨就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 好我們就修正 通過 第四案 行政黨有沒有意見 有 請請請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有關於這個委員提到這個團體績效 發放的辦法 我們已經在研議中 那麼謝謝委員的指導 我們會盡快發布 那但是因為在這裡面有涉及到 這個 提案的第六行這邊 且獎勵要點第四點第四款第三目以下 這邊會提到 實際進行COVID-19檢測之非指定檢驗機構 那麼因為依法要驗這個COVID-19必須是由CDC來指定 那麼因為涉及到整個實驗室的安全防護問題 所以我們建議這一段把它刪除 就是從且獎勵要點第四點第四款第三目 一直到於公平性上有欠妥當到這裡 那其餘的部分我們都會按照委員的這個指導方向來盡速的辦理 好不曉得參議員有沒有意見 就這段而已 對對對 其他都沒有改 好 好謝謝 咱們很同意 那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我們就修正通過 第五案 第五案行政單隊有沒有意見 有 次長 目前恆春醫院 那我們是跟交通委託給內政部營建署 那來辦理這些招標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委員 那個修正一下那個 從倒數的第二行那邊 要求衛福部協調內政部營建署克服困難盡速辦理 然後跳在接下來是做第五次招標 人流標應保留預算 我想這樣比較完整 那個廖委員 廖委員同意 其他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沒有我們就修正通過 第六案 第六案行政單位有沒有意見 那個第六案是要提專案報告還是書面報告 專案報告 你們有同意嗎 行政單位 有 同意嗎 周委派我們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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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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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第四詐領健保會等改善方案 這是都在探討虧審嘛 對吧 我們是不可以 比較一下我們現在的給付標準 所以我建議說 在改善方案的逗點後面 並比較台灣健保給付標準 以先進國家之比較 這樣比較完整 這樣比較完整 這樣 好不好 健保室可以嗎 齁 你在探討虧審的原因的時候 也要去比告說 台灣的健保標準 跟先進國家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齁 把它列出來這樣子 可以啦齁 好 欸 副市長同意齁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謝謝 第七案 在哪裡 反面齁 第七案不曉得行政單人有沒有意見 這是強調在預防跟教育 預防教育這個很重要 好謝謝 我們就照案通過 第八案是五位 第八案行政單人有沒有意見 可以 欸 市長 就幾個文字齁 剛剛建議做一個修正 那第三行 第三行的部分齁我們是可以 一二三十五 第五行 對不起 第五行的部分齁就是 是不是可以再加一個延遇進行修正 就是說 還款計畫後面加兩個字 延遇進行修正 然後 後面那幾個字 予以廢除 開規定 這七個字 可以不可以把它刪除 因為 這個規定廢除的話可能會有 影響到其他的相關的一些權益的問題 對 還有時間 還有一個月內 一個月內 那個是在第三行的部分的話 衛福部應再加五個字 於一個月內 那 針對 衛生福利部 社會及家庭署 等等就這樣子齁 所以 兩個地方的 算是三個地方的修正 第三行多一個 餘以一個月內 第五行那個計畫後面加兩個字 零以 然後 後面 逗點後面的餘以廢除 該規定這幾個字把它刪除 好 謝謝 行政院的建議 沒有 沒問題 好有沒有其他的建議 沒有的話 我們第八案就修正通過 好我們 臨時提案全部處理完畢 好 我們接下來請陳嘉華委員發言 陳委員請 謝謝主席 我們請次長 次長請 次長好 我們知道那個醫師他們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呢就是在平基這邊呢 他們在沒有 呃 理由 就不續聘我們 時代力量的屏東主委 好 詹志軍醫師 好 那因為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跟詹醫師他成立的這個工會 好 那衛福部呢我們知道 呃 呃 就是有很多因素 所以沒有 將那個醫師納入勞基法 那請問 這個事件發生 是不是可以 來處理 衛福部這邊 呃 第一個 醫師的評估 呃 那為什麼有些主治醫師是有 那為什麼有些主治醫師是有 他有納入 有納入勞保不一定是適用勞基法 對 是這樣嗎 所以所有的主治醫師都沒有納入勞基法 對 對 是 是這樣 那這個顯然就是說我們 如果說 呃 像這個非公立的醫院 他們為了打壓勞工 所以呢 呃 誰主公會 呃 就把他fire 那這樣子衛福部總不能都不出聲嘛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呃 詹醫師他是非常 呃 認真負責 在平基也七年了 齁 然後也做到主管 然後又是公會理事長 那今天發生這個部分 那衛福部在 你們要怎麼處理呢 欸 這個醫師因為是跟醫院的關係 就是一個評估關係嘛 就是他們私人的一個 一個契約啦 所以目前衛福部完全不管嗎 這個恐怕 要管 你們要怎麼 可不可以研議一下 那以後各個醫院都學平基這樣子 呃 滿憨霸道 然後誰誰不聽話 誰就把他不 不續聘 如果這樣子的這個惡例 我們沒有辦法去區別說 哪一個是 因為怎麼樣 然後 好我們看下一張 好我了解那個次長的意思了 好今天我要談的就是 呃 呃台岩 呃台岩他有這個 呃 濃縮添加 添加 添加人工濃縮的綠化甲 那這個綠化甲的放射性 比原來的放射性 呃 增加了很多 但是他的標示還是寫天然放射性甲 雖然這個假事實 已經很高了 好下一張 好那我們知道這個 根據法規啦 齁 其實每公斤是不能超過 1萬倍克 齁 那個香蕉就跟吃這個鹽是一樣 但是呢 香蕉的這個放射性是每公斤 齁 100多倍克齁 齁 跟這個人工濃縮的是不一樣 好下一張齁 齁 那這個 天然濃縮跟這個天然齁 到底一不一樣啊 次長你覺得天然濃縮跟天然一不一樣 我們藥品如果經過濃縮以後 至少還有定那個安全劑量嘛 那你現在 假事實是天然 是濃縮過了 而且電解過了 那沒有安全劑量 然後標示也不清不楚 還原來還寫了一個健康 那衛福部總要管吧 好那 那濃縮是一個加工的過程嘛 那當然就不會是在 放射性增加那麼多倍了 對 但是這個是 但是我找食藥署來談 食藥署的觀念好像天然就沒問題耶 是 讓我這個錯愕不已 本來 那一公斤裝只賣15元 那一公斤裝只賣15元 所以這個明顯 是有欺騙消費者的嫌疑 因為它內容一模一樣 然後加了兩個健康 我想很多國人看到台延有健康就會去買 而且以為貴就比較好 下一張 那現在就是說再回到輻射這個問題 天然背景的輻射根據這個國際輻射放射委員會 他們提到就是天然背景值以上的曝露就要管制了 那目前假事實是有管制 是有管制 然後呢 這個 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也 這個60號的報告也說 針對這個低劑量是有機率效應 那有低限劑量是確定效應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輻射是沒有最低劑量 就是說還是要去防範 下一張 那我們知道那個衛福部是管理這個 我們的這個國人健康嘛 那現在食品的健康甚至核食相關的問題 其實從這個台鹽這個健康鹽含甲鹽的問題 就是要拜託衛福部 好好的來評估目前的現在的這些 可能還有濃縮的或者是超級 超過自然背景的這些食品 或者是未來可能有核食 要好好的來做一些研究或者是評估 是這當然我們可以來進一步來做一些探討 我想就是說以這個低鈉鹽它是用甲來取代鈉 因為鈉對有一些有慢性病的人 也是一個非常沉重對於腎臟是一個負擔 市長我跟你說如果說要用甲取代鈉 因為它那個健康鹽也有鈉 它不是沒有鈉 鈉比較少而已 但是如果說它要攝取足夠的甲 它只要吃香蕉一天吃一分就夠了 所以它不用吃那麼多甲 那我現在要告訴你 因為我也是家庭主婦我也是要煮飯的 我們如果煎那個虱目魚 我們是會抹很多鹽對不對 然後煎完之後我們就會吃很多鹽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還是有 不是說每天吃一點點就好了 所以這個量有時候就是會超量攝取 那這個問題我是拜託 不要省慎來做也不要用那麼多 抹那麼多鹽 就是說有腥臟病的還是不要 就不要吃嘛 那就是高那 那你標示都沒有標示 那很多人就以為健康鹽吃了就沒事 那不是誤導嗎 那有害國人健康 那衛福部要怎麼來處理 那高的話才是不好啦 好那就請衛福部審慎處理 然後是不是要召開公聽會來討論這個事情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市長 司長 接下來我們請李多維委員 李多維委員不在 接下來我們請無意 陳委員 陳委員 因為肚子餓了 陳委員請 好 謝謝趙偉 麻煩請一下次長 次長請 陳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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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de我火 陳委員 詳力 陳委員 陳委員 經濟部指揮中心應該也有 應該也有人吧 既然說 我是說陳時中部長都已經 指揮官都已經說了 說已經可以接訂單了 但是這樣的相關配套 我不曉得是需要 我們指揮官一件一件的 詳細說明交辦下去 還是就是說 既然已經這樣宣布 所以這個sample 既sample這件事情 就應該接下來 大家這個流程上 怎麼樣接指揮官的指示 那跟委員報告 那目前的話 有關於這一個口罩的部分的話 大概方向上面會是一個定額徵收 所以我們現在生產一天兩千萬片 那我們如果說要定額 不然是一千兩百萬 或者是一千五百萬 剩下的你就可以去賣 包括外銷 到政策會這樣子 那現在問題就是那個定額的一千兩百萬 或者一千五百萬還沒有決定 那這個禮拜應該會做決定 最後決定的話就會對外去宣布說那可以外銷開始在定額徵收的範圍之外的話就可以去回到市場去 那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接下來要不要寄sample等等那就有經濟部去做處理的 指揮中心不會在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是不能寄sample 可以接訂單不能寄sample 但是人家沒有看sample的時候 要怎麼再繼續跟你下單 那所以說這個禮拜應該就會做一個決定宣布之後的話就可以 就開放了 因為今天才禮拜一啊 對對對 指揮中心開會是明天禮拜二 明天會 應該這個案子會進來 會進來討論 好好就是明天嘛是不是 所以那個建議說明天你們在開會的時候那個相關配套希望給他完備好不好 好 那再來再請教一下次長有關於這個部落長照機構的問題 那部落有很多的建築 是沒有使用執照 簡單就是說還是有很多這個 這是一個長久以來的問題 就是違建的問題 那之前在長照機構受立許可辦法 第十六條有提到 對於建物沒有使用執照的問題 你們過去的解套方式 是以結構安全鑑定證明 及消防設備配置平面圖來作為安全的證明 那因為在過去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也都有提到這一類的問題 那長照這個整合服務計畫在事辦後全面推動的話 也就是原住民比較多的這個文件站 如果在適當空間成立這個微型日間照護中心 原鄉建物沒有使用執照的問題 還是很多一直存在 那這個問題是不是也可以適用比照這個長照機構設立許可辦法之前的規定 是沒有錯 但是就是說有一些地方政府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說標準不一 所以我們也為了這件事情 在1月的時候也找了相關的地方政府過來討論過 那目前的話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都會 就路裡面就直接跟他們去做協調 好所以目前就是接下來就是還是會有這個標準不一的問題 還是你們會 我們就主動 我們就主動去跟地方去做協調了 所以到這個標準基本上應該是要全國統一的 好那我想未來在這個我們辦法在施行的時候 那希望就是說未來衛福部可以協同這個監管單位 去輔導各個地方的文件站 那如何去取得建物的程序 給予這個行政上還有經費上的挹注跟協助 是沒有錯 那跟委員報告 那委員一開始提到那個多人創新方案就是五個事辦點 那現在那個屏東的萊域還有宜蘭南澳都已經完成設立了 那另外三個就是桃園市的台中市的跟嘉義縣的話 預計在六月到八月分就分別會開幕 好謝謝 所以剛剛提到的那些問題都已經解決了 好謝謝 那我另外再請教一下 之前有拋出這個健保準備調整的這個議題 因為其實原鄉的部分看起來每次講到這個健保調整 那不管怎麼調 似乎我們原鄉或偏鄉永遠都是看起來就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那假如是這個量能付費的部分 你們覺得收入高的需要多繳一點保費 好這個部分 本席是覺得還OK還可以再可以討論 但是你們也同時提到說如果就診次數比較高 就是使用健保頻率比較高的部分 那希望提高使用者的這個部分負擔 配套上會排除弱勢跟重病 好這個部分 那如果說單純這樣看起來對原鄉的影響 好像是看起來還好 如果這樣排除到 因為整個總體平均原鄉的這個收入 好是比較比這個都會去要低的 那如果全面假如是用全面調整費率的這個方式 我想本席就要在這裡大聲的反對 好所以因為目前都還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細節出來 所以我想今天在這裡我先把這個大方向 好我想我在這邊是堅決反對說你用整體的調整去處理 因為我希望我在上次的這個質詢特別有提到 像例如說花蓮豐冰台東長冰或者苗栗南莊等等 因為大家去看醫生左腹的這個部分負擔都跟在這個都會區 或者你們認為 好譬如說市區台東市區花蓮市區 看醫生付費的這個負擔是一樣的 那其實這個在交通上本來就是一個 處於一個不公平資源上也是一個不是一個平等的一個狀態下 那到現在你們也還沒有具體的回覆我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未來健保調整的這個部分 你們可以把這個原鄉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 還有醫療便利性的問題可以一併納入考慮 是那未來再調整保費或者是部分負擔等等來解決一些收入面上面的一個困難的這種部分的話 同時我們也會在支出面那邊去做一些規劃 我們也不是說 只要更多的這個財源進來 就其他都不做 這絕對不是整個健保體制改革一個方向 所以收入跟支出面都要同時來做處理的 我想我們可以理解說你要在一次到位達到整體各項的平衡 全方位的平衡跟公平或許是有那個難度 但是我每次都要特別在於這個交通 這個就醫的便利性還有這個資源不足的部分 我一直不斷不斷的強調 所以拜託在接下來的這個會議 一定跟調整一定要把這個問題考慮進去 沒有錯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曾委員 謝謝次長 次長 好 接下來我們請無意請委員尋答 那因為曾山財委員來了 我們就到曾山財委員尋答結束 因為我們就休息遲暖半小時 好 我們請無意請委員尋答 謝謝主席 我請那個薛次長還有我們李署長 現在是蔡務署長來了 蔡務署長來了 蔡務署長請 市長好 我今天就針對這個健保保會調整的問題來請教 因為本席過去擔任過健保委員 所以在2016年的這個保會的調降 本席有參與其中 那這個當時為什麼會調降 你剛剛在報告裡面大概也稍微有提到 當時我們在討論這個部分是 針對健保安全基金如果達到 本來就一到三個月嘛 可是那時候104年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已經看到是有四點多個月 所以各個健保委員都認為說 應該讓健保費是可調降調升 是一個自然或是所謂的 依照財務狀況來做調整 沒有 不要太多政治考量 所以 部長原來說 聽到部長最近講說 為了 調整保費好像又要下台的問題 我覺得有點嚇一跳 因為 基本上我們希望他是 財務健全的情況下 去微調這個保費 除非 我不知道部長是 要大結構的三代健保要來了嗎 是這個意思嗎 不然如果只是 保費的調整應該在健保費裡面 應該是要理性的來討論這件事 沒有錯 所以是在保費的調整而已嗎 對啊 但是還是會有相關配套的一些 在支付面的一些改革 那也同時要 這個我理解 可是他應該不是三代健保 說他整個像 什麼廢基 或是什麼家戶總手的這個議題 要重新 那個都要涉及到修法的 對那是涉及到修法 所以應該沒有涉及修法 而是一個整個在結構面 在我們會例上面怎麼來做調整 那這部分我想 我們來看這個收入面的部分 因為在一代健保跟二代健保 其實在廢基上面 大概沒有太大的差異 最主要是在補充保費 所以補充保費其實 在104年的討論裡面 從2%下降到1.91 那這個補充保費 當然也可以調整 我不知道如果到時候 臺務整個調整來講的話 應該也是可以來調整 那以目前來講 我不知道健保署 在如果給健保會的討論裡面 我們現在會保會的這個 費力的調整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比較具體的一些建議 應該有 健保會應該已經開始在討論了吧 向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今年的年底會有一次要討論所謂的財務平衡方案 那在這之前應該是要先協商明年的總額 那等到明年的總額確定了之後呢 才有辦法做最精準的財務平衡 所以要到年底才會做會力的一個調整的確認 地形健保會的排程 就是在年底來討論這件事 所以還沒有做的比較明確的精算 沒有啦 還沒啦 因為還要總額協商之後才能確認 到底明年的支出是多少 那未來要調整到至少 我們當時的決議是說至少要到兩個月的 有一個基金的一個準備金嘛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都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財務計算 好 那支出面我想健保署最近這幾年也蠻多的一個措施 在做節約然後像雲端藥力 還有這個雲端檢驗資訊的共享 還有這個分級醫療的節流 那我想這部分應該是做的還我想應該有一定的成效 那對於因為總額的部分成長率都是由行政院會框一個額度 大概平均都在4點多到5左右 那這個如果學商沒共識才會到部長來財事嘛 那最近幾次健保會其實健保委員也在提說 目前如果這個疫情的關係 保會調整民眾的部分負擔會不會學上加霜 這個問題 沒有保費跟部分負擔是兩個不同的 保費會增加嘛 對 那當然這個要整個來看 那不過我們最重要一點就是健保 尤其是在這邊這一次的防疫裡面我們看到 健保其實是台灣人生活的一環 很重要的一環 很重要 包括在防疫的過程當中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是 因為我們因為有健保在後面支撐 所以我們的民眾不會因為怕染病然後去隱匿自己的 自己的 健保對台灣來講尤其這次防疫確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我都肯定 那但是就是說在如果再調整保費的過程中 當然也有提到說部分負擔要增加 這個議題都不斷提出來 那個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能的方案 對 要經過討論 那市長最後要問的就是分級醫療 因為 最近的這個分級醫療裡面也推動非常久 然後也 好不容易從106年推 那今年推得最好 因為 這個 這個 這個武漢肺炎反而讓我們的分級醫療很自然的 而且很意外的順快速的這個減量 可是SARS的經驗讓我們看到說 疫情一過去之後 醫院的門診量還是提升了 所以這個怎麼樣保持分級醫療 然後在我們武漢肺炎的疫情穩定之後 能不能讓這樣的一個分級醫療可以持續的保持 一方面來講的話就是說 在肺炎的這一個疫情過程當中的減量 是不是 因為 需求仍然在只不過他 延遲去使用 那可能有一些 也要建立他習慣在地方門診或是地前醫院來封 那些手術等等這些 沒有那麼緊急他都Delay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本來不太需要說都 都到大醫院去的 那這個東西又跑到基層去了 那這個方向是我們樂見的 那所以 以現在來看的話 也請全國的民眾也要注意 我們仍然要對面對疫情 因為國外的疫情 事實上加整 沒有學習 而且還是一樣 持續加溫 加溫當中 所以 我們仍然要保持警覺 醫院少去還是微妙 不是因為沒有疫情 然後大家門往醫院走 那不對的 所以還是強化這個分級醫療 我想這個方向是對的 那怎麼樣讓他 疫情即使是平穩了 或是我們國內疫情平穩了 也能夠持續的 讓這個分級醫療 可以持續走下去 這個你們可能要加強 相關的宣導 跟獎勵的相關措施 這些民眾原來跑醫院的 現在到基層區也受到很好的照顧 對阿也是很好的照顧 所以要讓民眾養成習慣 所以我想這部分 我們還要再繼續努力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務員 謝謝次長 副署長 我們接下來請 鄭天才委員巡導 朱委員請 朱委員巡導以後 我們休息半小時 大家用餐 朱委員請 謝謝主席 有請次長 薛市長 請 朱委員好 次長好 這個階段時間辛苦了 謝謝 昨天我們陳部長到墾丁 人很多 大家非常仰慕 這個 如果從這個照片來看 也沒有這個社交距離嗎 有戴口罩的話 就還好啦 好 這個我最喜歡聽這句話 好 這個不能逆時鐘 交通部本來 這個在這個 端午節 要開放這個戰票 這個交通部改口 因為不能逆時鐘 這個部長特別提到 陳部長 基於戰票 無法維持社交距離 陳時中 多次公開反對交通部開放 雙鐵出售戰票 認為可以用加開班次解決運輸 運輸量不足的問題 這個要請這個次長 回去跟部長轉答 因為北回鐵路 北回鐵路一直以來一票難求 一票難求 這平常喔 要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觀光客 平常都是客滿的 何況是平常的 禮拜六禮拜天 現在啊 就算是沒有觀光客 一樣客滿 禮拜六禮拜天 一樣是客滿 何況是要在這個連假的時候 所以這個部分呢 沒有辦法用加班車啦 很難 因為它的只有單軌啊 花東鐵路是單軌 所以它沒有辦法增加運輸量 加班車也很難 所以這個部分呢 這個要回去跟部長說明 這個花東鐵路 北回鐵路 這個沒有辦法說 一定要限制 這個你看這個 其實火車啊 或者是高鐵 火車或者高鐵 就隔著座 對不對 也沒有安全距離啦 所以就成如你剛剛說的 對不對 就是戴口罩 戴口罩 戴口罩 你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不是台鐵啊 這個是捷運 我每天搭捷運啊 我每天早上搭捷運 捷運都是站著啊 都是站的 都是站的 你看這個捷運人之多啊 都是站的 所以剛剛講的很好 戴口罩就可以 所以回去跟陳部長 我們非常擔心 跟陳部長 是這樣子啦 這還是要去評估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 這一群人 可能會有比較密切的接觸 那他各自密切接觸的時間是有多長 比如說捷運他可能時間是比較短的 但是長土運輸他可能是時間是比較長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要考慮的就是說 有沒有辦法萬一出現有確診個案能不能追蹤的到 那站票沒有辦法 那你如果是那個那個 這個定位的 就比較有可能 可能做得到 所以要去考慮這些點 然後一個一個來做處理 那沒有 比方說交通部 他可以針對在北回鐵路的部分 是不是要做不一樣的處理 這個要去 要去另外去做規劃 要一個一個來 來處理 他最適當的防疫的措施是什麼 那如果說沒有辦法 這決定的話 那就讓指揮中心大家來討論 大概是 市長就你回去跟這個部長做說明 做報告 也在這個中心裡面來做討論 第一個 第一個 之前這個疫情比較嚴重的時候 我們都忍住了 我們有都順時鐘 現在疫情趨緩 第一個 就是說 本土 最主要是本土嘛 對不對 有案例 有確診還是小事 有確診 新的確診 他是從國外 然後就直接隔離了 那都還是小事 最主要就是本土 超過一個月以上了吧 四十幾天了吧 沒有本土案例 沒有本土案例 就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疫情趨緩了 我們才開始 要跟這個 衛福部 請市長 這個解開這個管制的話 還是就 按部就班一步一步來啦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 很卑微的要求 就是按部就班 我們就是按部就班 對啦 好不好 這個 事實上很難 你看這個 這個是前天在台鐵的 我親自拍的 因為我每天 每天都搭火車 好不好 這個請市長回去再跟部長做說明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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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政委員 謝謝次長 我們休息半小時 半小時 就準時開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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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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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有哪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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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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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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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